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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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生波落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或尽见闻得受持 或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先请看四书五页 我们上一次讲到导数第三行 舍利子修行菠萝波罗密多菩萨谋杀 与如是菠萝波罗密多相应故 毕竟不起潜滩心 不起幻界心 不起分飞心 不起懈怠心 不起散乱心 不起二位心 那这一段 其实是佛陀已经跟我们指导说 什么叫做真正的菠萝波罗密 所以菠萝波罗密 它并不是一个文字抽象的理论 其实它是可以在日常生活生活 一三月乃至六根一到六整去实践的 所以这六种心态 假如我们都不起 我们当下就叫做菠萝波罗密 所以菠萝波罗密 它并不是另外有一个特殊的 世外桃源的境界 所以我们用功以后礼佛 或者诵经或者打咒 我们去看到一个殊胜的境界 我们才说回馈说 我们看到菠萝波罗密多的境界 反过来我们世俗地的白化觉 把这个六个缺点改善 它的当下就叫菠萝波罗密 所以记住 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说 我们以前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根本不注重我们心态的缺点的改善 也就是说我们什么叫缺点 就是执走 因为执走我们分优点的执走 缺点的执走都叫执走 因为优点的执走 就是我们所说八峰里面的四个顺境 力衰毁毅沉积极苦乐 然后有四个顺境四个逆境 我们对这些的顺境逆境 我们起心动念 然后我们就违反了这个六个心 你一定会违反这个六个心的 当你违反这个六个心 你就不知道菠萝波罗密多了 所以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菠萝波罗密多 我们不只停留以前文字理论的读诵 然后理解 我们还要更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我们才有办法去决定 我们眼根一道色诚 或者五印面对境界 我的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然后六大 我在日常生活的映作 请问你要靠什么 靠自己自我解察结观 有没有牵贪心 也就是说 另一人交往的当中 我有没有突然特别喜欢对方 或者特别不喜欢对方 特别喜欢对方起贪心 特别不喜欢对方 我们就起不良的心态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不能叫做什么 菠萝波罗密多 因为我们起千贪心当中 我们会遇到财师法师无畏师 在财师的当中 我们也会映咒 在法师的当中 我们也会映咒 映咒什么 深口意 三叶 行住坐卧 在这个当中 你要回馈说 你有没有起千贪心 如果你起千贪心 那你就不懂菠萝波罗密了 记住 我们现在从这个 学佛的历程 我们慢慢增上以后 我们就不能一直 让父母亲担心 你是养不大的孩子 还要让我担心 连我灵命中时 我还要花一点心血 因为你要记住 你已经五六十岁了 以后 爸爸妈妈走的时候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让爸爸妈妈 以后 往生了以后让我担心 你看 你已经五六十岁了 你的心态上 都还没有办法成长 还要父母亲跟你叮咛 这种话 请问 这个众生 经过五六十岁的学佛 还要被诸佛菩萨担心 那你就知道他五六十年的 学佛的历程 请问他停顿在哪里 小学阶段 幼稚圆阶段 那我们今天学佛以后 慢慢的经验的累积以后 因为你曾经发过四红试验 你也曾经发现要成等症结 那你既然要成等症结 那你应该从这个六种心态 去改善你的缺点 你这个六种心态改善以后 你今天才懂得 菠萨菠萨蜜多 所以这里才会说 你懂菠萨菠萨蜜多 的真正的结果 它的正样是这样子 毕竟不起前叹心 我们眼根看射程 我们回观返照自解 会不会起心动念 我们遇到了一个 该所归己不所归己的境界 我们会不会起幻戒心 我们要靠自己自我觉察 乃至于我们一件事情的发生 我会不会拗脾气 然后起恶慧心 因为会起恶慧心的人 就是不了解圣生的缘起法 如果你了解缘起法 你不会起恶慧心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子当中 行住坐卧都是我们下所处的道场 那行住坐卧下所处的道场的当中 你要去观察这六种心态 你有没有产生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跟大家在提醒 你们再重新记忆一下 所以你想成等症结 你这个六种心态一定要跃过去 不管逆境顺境来 你可不可以解察你有没有迁谈心 有没有幻界心 有没有愤慧心 我以人交往当中 我们在你的嘴巴的交流的语言当中 我还会不会起愤慧心 我们谈到某一个人的人事地物 我们会不会说 那个人没有水准 你会不会再起心动念讲这种话 你们一定会告诉我 师父我不会起心动念讲这种话 但是习气会让我讲这种话 什么叫习气 无知无明 把它养成五六十年的惯性 那你如果要了解 这些沾着有边沾着无边的 那个喜难的喜剧 你要改善掉 因为你曾经在佛菩萨的面前 跟人家花大愿 花什么愿 成就无上正等症结 我们也曾经都花过 什么佛道无上是愿成 我们在座的没有花的人 就不用举手了 那大家都花了 但是花是自解来花 还是被别人 以前我们不懂的时候 你赵文仙科这样炼来花 如果真的是赵文仙科来花 我们现在没有做到满宴 其实是可以体谅的正常的 我们真的要花视纹事件 是你要自己真的理解以后 主动发心去花愿 不是鱼鬼跟你定这样子 你去花愿的 如果鱼鬼跟你定的这样子 我们的花愿几乎都不争持 为什么 我们以前被祖师讲的一句话 这是鹦鹉学语一样 鹦鹉学语 这个主人跟鹦鹉讲 我练哪没头发 你跟着我练 好 依教奉行 我真的跟着练 所以主委你要理解 今天你要想成等圣洁 你对自己自解 多一点下功夫 多一点下功夫 在这个六种心态里面 去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 六种波罗波罗密多就成就了 所以六种波罗波罗密多 它不是训练的功法 它也不需要闭关 不需要 它不需要的 身口一三叶的当下的当中 你要看到你六种心态 有没有起来 所以才说 不起千贪心 不起幻界心 不起混会心 因为你不要起混会心的时候 你当下就是忍入波罗密多成就 所以忍入波罗波罗密多 是不需要特意的要修忍 我才修忍入波罗波罗密多 任何一个逆境顺境 尤其顺境在六个一到六成 反射作用的打压我们这个修行人的心态 你要去检讨 有没有混会心 如果有混会心 我们也感谢对方 让我看到我自觉自己有起混会心 对方就变成你的善知识 因为他讲话不礼貌 让你发现你的脾气了 让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忍怒了 听得懂吗 所以再来不起懈怠心 波罗密多当然就要精进 但是我们精进 都要从身精进心精进的平衡 不能只有外表的身精进 我们以前在学佛的时候 外反位的时候我们都身精进 那时候因为我们都不了解法理 真的不了解佛法的教育 我们的精进都只是 大致度论所说的 我们都只停留在身精进的数字游戏 今天拜几拜 今天送佛号几身 今天送咒语几身 今天送什么精 花几个小时 这个时候我们都叫身精进 可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心精进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把一个佛号的佛 从你啊站着然后顶礼趴下去 再起来的一拜当中啊 我们没有清净心 我们做不到清净心的 因为我们在礼佛的时候还在计算 计算什么 等一下几点要出去 等一下几点要去菜市场 等一下几点要去银行 等一下还要记得要跟人家打电话 我们礼佛的时候还有这些的 胡思乱想的杂念 那当然这个就不能叫心精进 还是杂乱心 只是外表的那种结缘的身精进 有做到而已 所以啊 精进波罗波罗密度 就是要告诉你不要起懈怠心 然后呢不起散乱心 那如果我们没有修止观 我们大部分都是散乱心 不要说说你们 包括以前事物也是一样 一塌糊涂的 都是散乱心在过日子 虽然美其名我是献身宝像 但是自己心里有数 心里啊自己心里有数 没有办法做到 佛陀所讲的标准的圣义地的 那个出家人的那个沙门 因为沙门两个字干嘛 勤修界定位 媳媳贪身痴 才有资格叫沙门两个字呢 你要懂呢 那个才是叫沙门的标准呢 不是我今天剃度出家 我就叫沙门了 还做不到 因为你根本没有媳媳贪身痴 听得懂 然后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 在初学的阶段 其实我们都还是散乱心很多 为什么 我们没有修止跟观 尤其没有修定 因为从师父出家以后 然后理解我们的 这个所谓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几乎都 缺少那个定的教育 缺少定的教育 虽然我们在汉传 修定的教育里面 后来走上了禅宗的昌化堡 不过早期 我们在南北朝那个年代 我们天台宗的祖师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科系的步骤 修习那个止观的次第 但是我们没有人去推广它 所以我们几乎禅定 几乎是很陌生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以现在的时空来讲 我们为什么很多修禅定的人 都要跑到南传去 因为我们这个国土没有人在教 没有人在教禅定 所以他们新出家的 新出家的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脑筋动得快 都要到各地去残学了 他们不会待在你这个国土的 因为你这个国土没有一个寺庙 它在教旨跟官 所以新出家的这些道友 这些的修行人就会很挫折感 所以就要出去残学 可是他们残学 第一个语言又不通 语言又不通也是一种障碍 结果学了三四年 只有学了一个 焦慢两个字回来而已 傲慢两个字回来而已 就学这个而已 为什么 我们常常讲 你看以前我们三四十年前 我们这个国土 如果你是国外留学生回来 那多想量啊 不管你在国外 你的成绩好不好 但是你从国外留学回来 那你人家公司行号都另眼相看 听得懂吗 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在国外里面 你读书到底读得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 一样的 我们修学佛法里面 就是说 想要理解这个禅定 那当然大家 在我们汉传当中 诸位里面 有兴趣的时候 你就要从同门子观 也就是后来 这个天台中 这个 后代的这个修行者 读解了一个修行子观 做禅法药 我们把它简称为小子观 你要去懂它 你今天才会懂得这个禅 菠萝菠萝蜜 不然你不懂得 所以在我们修禅定的汉地 我们讲汉地被祖师翻译的 有过去有鼓励推广的 就是属天台中 天台中的教育 所以你要从天台中的教育里面的次第里面 他从同门子观开始学习 然后的六庙门 然后四场波罗蜜 然后魔后子观 这是天台中一系列的 当然我们后期天台中也没有再推广了 没有了 再来第二本 《玄奘大师所翻译的一切式地论》 一切式地论 他会跟你讲闻师修三个次第 闻所成地 师所成地 修所成地 这一切式地论 还有在讲这个修禅定的直观的 所应该必备的条件 还有正念正知的观念 所以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这一条路 我们如果四众弟子愿意发心 成等见解的话 那翻译到我们汉土的 这我刚才所介绍的天台中的 那个资讯 还有了一切式地论的这个资讯 那你必须要理解 假如你想解脱的话 你一定要去理解它 如果去栽培你自己 现在先不对外 先养活法 你先栽培你自己 先搬你自己 你今天才 不起什么 散乱心 不起恶慧心 你才懂 所以你才不会起那个 错误的理解力 因为错误的理解力就是叫恶慧心 恶慧心 所以如果我们不起了这个 所谓这个六度 不起这些负面的心态 也就是说你自我自审 我们看到境界以后 六根一到六层 我们是只要自我觉观 这个时候我们叫自觉 自我觉察 你当下眼根看射程 耳朵听声程 乃至一根手对的法程 请问这个六种负面的心态 有没有无欲中 没有起心动念 他就被你的无名习记 所沾染 你就起了 千丹心 幻界心 混费心 乃至恶费心 你要知道 这个那你理解他以后 你今天成功的 就是理解以后 然后我在身口一三月实践以后 那你这个修行人 当下就叫做菠萝波罗蜜多的圆满 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说 什么叫如何圆满菠萝波罗蜜多 到底要从哪里做下得住 我们总结刚才所讲的 起心动念 这个六种负面的念头 不要被干扰 可是你要不被干扰 唯一的要靠自觉 可是栽培你自觉的那个能力 靠什么 只跟观 只跟观 诸位你看我们在禅咒的时候 假如你的 你都在起吊极昏尘 因为你起吊极你就没有观 你起昏尘就没有止 你就没有止的 因为哪有说坐在那边 坐了半个小时以后就 然后弯腰头背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他还讲 你看我功务都好 我都睡在佛前 你看佛都照顾我好好睡觉 那佛陀有好好照顾你 起心动念起妄念吗 都是自我陶醉 讲这种话也换了什么 慢过慢 换了七种慢之一的慢过慢 或者我们一般通称为慢心 我们要去除慢心 我们要了解七种慢 哪一种慢 我们在邪火的当中 自己陷害自己 而且慢心还不自解 好 我们翻过来 46页了 大波罗 波罗密多金 建第四百世 然后第二分观照品 第三之三 这一品都是观照品 观照品就分很多的细节 观照 尔时设立子白佛言 世尊以波罗波罗密多相应的菩萨谋萨 从何处末来生此间 从此间末当生何处 现在说能够达到波罗波罗密多的菩萨 他是从何处 然后来跑到这个地方 又从这个地方消失以后 以后要到哪里去当生何处 佛告设立子 以波罗波罗密多相应的菩萨谋萨 有从以佛土末来生此间 然后呢 有从哪里来 因为菩萨谋萨 他来的地方很宽广 所以从多时多天 我们所翻译叫多率天 末来生此间 有从人中末还生此间 如果以这一段来讲 我们当然就说可能就讲未来佛 弥勒菩萨 从多率多天 然后消失了 然后跑到这个人间 然后呢 在这个人间弘化圆满以后 从此人中末 然后樊身 多时多天 设立子 若从以佛土末来生此者 是菩萨谋萨 即以波罗波罗密多相应 由于波罗波罗密多相应 故转身 变得生妙法门 处现前 处现在前 从此以后呢 樊以波罗波罗密多 即得相应 藏手深处 在手深处 藏子诸佛 供养恭敬 尊重探探 能令波罗波罗密多的增长 所以佛陀继续跟 摄立子 开示 如果从十方佛土 与佛土还有这 就是说你没有从 朵塞陀天来 可是你从其他的 我想说下课我要问你们 你们从哪一个佛土过来 然后今天来听闻 波罗波罗密多 从哪一个 这是 从 若从与佛土末来生此者 是菩萨谋萨 即以波罗波罗密多相应 然后呢 由于波罗波罗密多相应故 转身变得生妙法门 不是妙法门 其实也是波罗波罗密多的代称 也是波罗波罗密多的代称 然后呢 素现在前 从此以后 如果这个修行人 如果理解了 他以后的行住之后 处处都以波罗波罗密多 即得相应 打成一片了 尤其 诸位我们刚才讲 前面那六种心态改善了 当下就叫波罗波罗密多 要记住 我用白话文比较 不用抽象的理论 白话文你做得到 前面六种心态 你如果可以改善的话 你当下就即得以波罗波罗密多相应 波罗波罗密多 所以诸位我们就要 就要常常去自觉说 日常生活六根一到六成 那种负面的六种心态 有没有被挑起 不管你眼睛手看到了 任何世间的境界 你的语言里面 还有没有很坑坑激将的语言 还是很柔和平顺的语言 也就是说你看到顺境 才会柔和的语言 看到逆境 不顺你的那个境界 我们可能就不是 那个柔软的语言的 我们就我们的称慧与盖的 那个激动心 我们就冒出来了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 大家就修行 都要靠你自觉的能耐 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所以在所深处 常指诸佛 然后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 能令波罗波罗蜜多见得增长 如果你是这样的根基的人 你慢慢累积 你慢慢就会跟波罗波罗蜜多 越来越相依 越来越增长 越来越增长 因为别人在日常生活看到你 以前的日常生活 跟现在读的波罗波罗蜜多的日常生活 那生果一三叶所表现的都一样 可是我们内心的心态 就是没有前面所讲的六种 切点的念头心态出来的 你也没有二慧心 乃至幻界心 你已经也没有前谈心了 若从多始多天末来生辞者 使菩萨谋杀 极为一生所戏 假如你是从朵帅朵天 我们在四十地的延期 来我们娑婆世界的 这个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在经教里面 就被称为贤劫 贤劫要有千佛的排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忘记被排队了 然后现在忘掉了 可能有你们已经被排队了 可是你现在忘掉了 不过现在贤解千佛 我们在经教里面来讲 释迦摩牛是第四尊 没关系 所以你们排第999尊 没有关系 或者980尊 你还可以赶得上 还可以赶得上那个贤解的千佛 不过你一定要懂 极为一生所戏 以保罗本能密度 常不忘思 你要被贤解千佛给排队可以 那你要想办法 常常在六波罗本能密度 常不忘思 反过来 我们已经刚才会提醒跟大家 多一点复习 就是要提醒 波罗波罗密度 就是反过来前面那种六种 负面的心态不能升起 它就叫做 波罗波罗密度 要记住 要记住常常 这个佛陀的教法 教义是这样子的 你六种负面的念头不能起来 幻界一心乃至二会一心不起来 它就是六度圆满的 听得懂 它是六度圆满的 所以才说 常不忘思 一切托罗尼们 三母帝们 皆得自在 这时候你当然来去这制度 很多眼根看射程 你也一样 弄什么 托罗尼们 三母帝们 托罗尼们 其实也是 专一的 去理解波罗波罗密度的法译 所以叫托罗尼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 后来托罗尼是把人家翻译 叫座椅 原来托罗尼不是座椅 听得懂 是真实的语言 我跟你讲真实的语言 那什么叫真实的语言 就是刚才六种心态不要起来 那个就是你 我们所要学的六种 那个真实的语言 那这种真实的语言做到 那你当然托罗尼就做 做到了 若从人中莫 凡生辞者 使不上摩萨 除不退转 齐根 魅盾 不能及以波罗波罗都相应 为什么我们的根基很魅盾 因为常常 无言无忠 我们的习气 就取刚才六种那种 幻见心乃至二慧心 我们取这六种心态 都叫做根基比较盾 听得懂 根基比较盾的 齐根盾魅 不能及以波罗波罗都相应 所以就不能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马上这六种心态不要起来 不管眼根看射程耳朵听生成 乃至我们的一根手对的法尘 六种心态都不会起来 所以诸位我们就要靠自己的检讨自己 所以一切 陀螺尼门三谋地门未自在 所以你都没有办法 皆得自在 为什么 因为有前面那六种心态出来 造业的六种心态出来 那你怎么有办法 对陀螺尼门三谋地门而得自在呢 是例子 如所问 以波罗波罗密都相应 菩萨谋杀从此皆莫当身何处责 使菩萨谋杀从此莫生于佛土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在在深处 藏得直佛诸佛世尊 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乃至无上正的菩提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 以后你们如果有空的话 把那个四十八大院 其中哪一院跟这一段是一样的 四十八大院其中的一院 我现在不可以跟你们讲答案 不然你们都会依赖解 我说你先讲好了 我回去再看 这样子就没有主动了 就被动了 你看这一段 然后你跟四十八院哪一个院 比较相称合 所以舍利子 忽有菩萨摩萨 无方便散角库怒出尽力 第一个前面叫做无方便散角 就是我们在写佛的这一条路 我们以那个闽南话来讲 头上就变咕咕咕了 没冷藏 我叫做无方便散角 有方便散角的人 他境界一改变他就是水转 水转是为了要水转这个阴眼干嘛 不要让自己起那个前面的六种 负面的心态出来 幻界心乃至二位心 所以才说 如果你没有方便散角 你一定会起刚才所说的 这六种心态来扰乱你 所以说 忽有菩萨摩萨无方便散角库怒出尽力 因为他没有方便散角 怒第二第三第四尽力 一行六种波罗密度 可是他也行六种波罗密度 可是他没有方便散角 所以前提是他没有方便散角 是菩萨摩萨得尽力固 生在长寿天 这时候你没有方便散角 学波罗密度 可是你真的是很用功 可是以后你脱胎的地方 就是长寿天 长寿天 当然我们来讲的十三夜道 你最多四大王仲天或者道立天 因为这种长寿天 如果跟地球的人道来比 真的都掉长寿 因为我们在经教都有这样的说 人间的五十年是四大王仲天的一日一夜 人间的一百年 那是不是道立天的一日一夜 那如果这么推算的话 那请问你在道立天一百年 那人间要几年的 那当然如果这样来比较 长寿天就是你所面对的道立天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叫做 你所说的这个 是故菩萨摩萨得尽力故 生长寿天 然后呢 随比寿尽来生人中 可是你到了长寿天以后 长寿天其实不管是 社界的初产二产三天以上 我刚才是用玉界来比较 它跟人类的天来比较 它我们都称它为叫做长寿天 所以长寿天不是只有一天 听得懂吗 不是只有一天 那这里呢 是跟你出产的那个天 也就是社界天 那社界天的寿命 当然比 朵帅头天 那个道立天还长 还更长 那当然就是叫长寿天 所以说 随比寿尽来生人中 旨意诸佛供养恭敬 尊重淡灿 虽行六种波罗蜜多 而跟魅顿不是名利 我们刚开始 不要说你们包括师父一样 不了解波罗蜜多 我们都是属于根基很类的人 根基 所以都是这里所讲的 而跟魅 而跟魅顿不是名利 都不是脑筋很灵巧的 为什么 因为身见很严重 执着很严重 固定的观念 如果套牢你 主要你们在日常生活要训练 如果在日常生活 有固定的观念套牢你 你为了那个固定的套牢你 而起烦恼 那这个就是什么 跟魅顿不是名利 听得懂吗 你要自己检讨自己 然后我们想要 根基很名利的人 他会了解延期法 会了解波罗蜜多 所以他会随一年而转 他不会再把半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一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到了这个半年或一年以后 我们每天还在怀恼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这个叫做什么 根基不名利的人 你不知道延期英年都已经变化了 你还停留那个三十年的观念 五十年的观念 那我们就不了解圣生波罗蜜多 圣生波罗蜜多人 就要了解圣生的延期法 所以他比较不会在 那个四种方向去执走 有无 依有依有依有 非有 去执走他 好 设例子 呼有菩萨摩佛萨 怒出净力乃至四净力 依行六种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菩萨摩佛萨 并不是说注重禅定 他六种波罗蜜多就给他忽略 他不是这样子的 六种波罗蜜多 那我们刚才有跟诸位讲 你们确定想要了解出净力 跟四净力 我们刚才所介绍的 一体是理论 然后智者大师的著作的作品 你要去理解 你才懂得什么叫四净力里面的内容 那我如何栽培自己给提升 好 依行六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佛 无方便善巧 故 因为你没有方便善巧 然后舍诸净力而生欲解 结果你不想修禅定 也就是刚才我讲 我们这个岔土的净力 几乎是没有推广的 尤其我们汉船后来 太注重那个参化头 因为参化头如果讲界定会来讲 它是属于明星见性的会观 它不是属于禅定 不是属于禅定 当然你如果在禅堂里面 蹲三十年有没有禅定 有 但是被新老上给喝赤 那个叫做什么定 心老上有骂 教训这些的禅和子 在禅堂待了三四十年 你有没有定有 但是没有会观 就是坐在那边 所以才说 舍诸净力而生欲解 你看你舍诸净力了 可是你以后的果报 还是跑到三界来 生意界 当知是菩萨谋杀 依根灭顿不是名利 所以我们看到佛陀 跟那个施利子这样的对答 施利子的这样的回答以后 我们就知道 如何摘别你 是一个根基立顿的 根基名利的人 不是啊 那个根基很一顿的 你要懂得摘别你自己 我们读的这个 不是要取笑别人 我们要取笑 第一个先取笑自己 自己的这个根基还那么顿 不能取笑别人 因为你取笑别人 就生起了焦慢心 傲慢心了 设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怒初净力 怒第二第三第四净力 怒慈无量 怒悲喜舍无量 怒空无边触定 怒思无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 非想非非想触定 然后修四念柱 四正断 四神主 五根五立 七等结之 八生道之 修佛实力 四无所谓 四无爱解 大慈大悲 大喜大慈 是八佛不共啊 是菩萨有方便善脚固啊 不随尽力 无量 无色 四利而生 但生啊 有佛世界 对执意诸佛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 常与菠萨菠萨都相应 当知 四菩萨谋杀 以贤解中 定得无上正等不定 所以我才跟诸位鼓励一下 现在贤解才第四尊 我们排队还来得及 因为你要牵活啊 你要牵活这个地球 不是要经过多少千千年 多少万年 我们还来得及啊 所以诸位不要说 贤解牵活已经有人都登记了 还没有 是等着你们登记 不是有人已经把它先登记完了 所以记住喔 这一段所讲的话 忽有菩萨摩萨怒出尽力 也就是说我们 我会刚才跟诸位讲说 我们这个岔土 我们这个国土在学佛的当中 我们对禅定的尽力很忽略 我们没有提倡 没有提倡 所以啊 因为没有提倡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停顿 停顿 所以啊 菩萨摩萨你要从初净力栽培 然后怒第二第三第四净力 然后呢 从四净力里面 我们要加修慈悲喜舍 所以我们印度早期的外道 因为没有慈悲喜舍 我们如果在一切系列论的解答里面 你修初禅的人就要修慈无量 二禅的人要修悲无量 三禅的人要修喜无量 四禅的人要修所谓慈无量 也就在四种禅定里面 你就要加修慈悲喜舍 这个是印度当时的外道没有的课程 可是进入我们佛门以后 你放心 绝对不会像佛陀时代这些大欧罗患 是一个不是菩萨摩萨 其实都是菩萨摩萨 就是佛陀在世所栽培的 所以啊 然后呢 再来进入空无边触定 鲁思无边触定 无所有触定 悲响悲响触定 好 这些前面讲定以后啊 下面都讲会观 三十七道明都讲会观开始的 然后呢 定中有会 会中有定 这是三十七道明的特色 特色了 所以你要修四念处 四念处 四正段 四神主 五根努力 那诸位 我们到底要怎么修这个三十七道明 当然也是建议诸位 去读一切实地论 才有说明 你要去加修这个 所以有人啊 老经验的人说啊 一切实地论是我们汉传 反正要偏摆于 那个说啊 那个法相忠 唯士忠的课 其实不是 他是修行的百科前书 因为他翻译者是玄奘大师 所以大家都把他认定 这个是唯士忠的课程 其实不是 他是成本圣洁的课 对我们因地花心所要的人 都要做的 所以我们啊 后来更有经验的人 就把他认为 他是修行百科前书 他根本不是唯士忠法相忠的 只是翻译的人 因为是玄奘大师 所以大家就把他偏向 那个都是唯士忠的课程 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啊 平心而论 如果你要讲说 而且真的是唯士忠 可是他里面讲的唯士内容 根本不多啊 他只有在哪里讲 建议 讲 我们一般讲的是 白法明明五十一个新手 他讲五十三还是五十四个新手 只在建议讲而已 其他后来都要讲用功修行 你要文所成帝 师所成帝 修所成帝 这个过程当中啊 文师修善会摘你自己 所以诸位你们 如果在 如果你了解这个啊 其实都不会影响你将来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一条路的障碍 没有 因为你到十方岔土 要成等正节 文师修三会都要修 没有 没有说你跑到他方岔土 有文师修三会就冰冻起来了 那你要哪时候才能够成等正节 你还是要早修 只是你提早修晚一点修而已 因为你要发现成等正节 早晚都要修 这个文师修三会 所以我们特别提上观世音菩萨的 愣眼睛里面的 耳跟颜通的前面 观世音如来跟观世音菩萨 你今天想要成等正节 要以文师修怒三母帝 一定要记住这个戒律 这个戒律就是这个鬼幻 也就是说你要成等正节 你就乖乖的老老实实的 就算你以后被人家接引到他方岔土 你还因为你还没有成等正节 你只是借用他方岔土的环境 来栽培你成等正节 可是所做的功课的文师修三会 都一样 都一样的 所以主委你要理解 所以这一段我们读的这一段 就是告诉你成等正节所必修的课程 所以这个三十七道品 所以修四念柱乃至八圣道之 然后修佛实力 事无所谓 事无爱解 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什麽佛不共华 不过后面的菩萨摩萨的课程 我们以后再修 我们先把前面所讲的三十七道品 先修完再说 听得懂 先修完再说 因为他是先帮助你成就 觉悟之道的一个课程 是菩萨摩萨如果说这样子修行佛道 你看这里讲 如果你是这样的根基 我们赞叹你 是菩萨摩萨有方便善巧故 你叫做有方便善巧 所以如果你看我们现在慢慢提升 你要栽培你自己是一个有善巧方便的修行人 所以你不能再停留在小学课程的 这个课程我喜欢不喜欢 这个观念不能起来 听得懂吗 如果你这个观念还保持 那你永远一辈子无法成就 栽培你自己无上正等不敌 也就是说你到了他方差土去往生了 可是你还没有改 还改不过来 那你就错用了 十方诸佛 教育你那个心血 你就误会了 所以大慈大悲大喜大舌 是八佛不共瓦 是菩萨摩萨 这个叫做有方便善巧 所以诸位我们读到这里也希望大家 栽培你自己是一个有方便善巧 不要变成一个无方便善巧的缺点 然后佛陀的教义无法融入你的心田里面 心田里面 然后不随经历 然后有方便善巧的人 他不会执着 他不会执着是禅定 是无量 所以他不会执着 这个无量就是慈悲惜舌 是种无量 他也不会执着 所以他不随经历 无量 无色 无色是无色定 但是他也不会执着 他也不会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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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到这样的合格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生在有佛世界 我们是确实生在这个有佛世界的 这个岔土里面 所以你不能小看 所以诞生有佛世界 也执意诸佛 然后呢 供养恭敬尊重战胆 常以波罗波罗密都相应 当之是菩萨摩萨 此贤解中 定得无上正等不得 所以我才说 贤解现在是第四尊佛 诸位还有机会 我们可能是第20尊 第200尊 或者第500尊 好 如果你们有发现 要做到第几尊的 贤解千伙的某一尊 你们就不需要再棘手了 大家很有勇气 默然接纳 默然接纳 摄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 怒出尽力乃至 第四尽力 怒持无量乃至舍无量 怒空无边处定乃至 非想非非想触定 是菩萨摩萨有方便散角固 你看我有方便散角 我要修尽力 修适量 但是我不随 这些的成就感而停顿 我不随尽力 适无量 适无色 适力而生 因为你由这个适力而生 我们会起交慢行 傲慢 然后呢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福德因言 凡生欲戒 若差地利大主 若波罗门大主 若长者大主 若居士大主 唯一成熟有情故 不为贪婪 佛有故身 所以我们如果当菩萨摩萨 是为了成熟有情 但是我们不能为了贪婪 而生在什么 差地利大主 波罗门大主 然后长者大主 居士大主 我们不能生长在那个家庭里面 假如你生长那个家庭也可以 但是你要 左到一半要自解回来 你看我们不是谎间 很多这个外国的地方 泰国或者马来西亚 或者西藏 我们常常都有看那个报导 某一个比丘 他们的家里 他们的钱财是几百亿的财产 你看几百亿 我们所看到的 我所知道的香港有一位 他要父亲要给他的家长也是港币 五六十亿的传承接棒者 结果他去出家了 泰国一位 马来西亚一位 都是大富贵人家 不过如果他们有遇到好的善知识 来了解圣生波罗门都会更好 会更好 因为他有这个福德因缘 他生长在差地利大主 波罗门大主 长者大主 居士大主 就是世俗地来讲的 都是有地位蒙面的一个家庭里面 然后他花心来修学波罗波罗门都 未亦成熟有勤雇 不为贪婪 所以他们不再会有贪婪 就是不为贪婪或有 或有就是贪婪以后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我还要啊 跑到长者大主 波罗门大主 富贵大主 我不是不是为了这个 不是为了大 设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 怒出尽力乃至历势尽力 怒词无量乃至舍无量 怒空无边触定 乃至灰响灰响触定 所以诸位我们建议大家 对于刚才这里 波罗波罗法二所讲的四种经历 事无量定 或者呢 这个 我们如果有这个因缘的话 我们要去修学一下 就算我们这一生修学没有成功 但是你也先 为了你成就你的佛道的成本圣洁 这个大愿来讲 你也要去理解 如何摘平 我这一生啊 没有因缘再做 但是我先理解 先读诵好了 以后再来讲如理思维 你不要放弃你的善根 我们要善根 所以 使菩萨摩萨有方便善小故 不随尽力 无量 无色 视力而生 佛生 四大王仲天佛生 三十三天佛生 前面是都是生在 玉界里面的大家族的家 家庭 现在更上一层楼 你生在什么 我们的六一天里面 你也可以化身在六一天里面 去修学波罗波罗路 很多 所以才说佛生三十三天 佛生夜魔天 佛生了 毒死多天 佛生乐变化天 佛生他化自在天 畏意有情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六天的第六天 是魔王所居住的地方 不一定 有时候是菩萨摩萨 会投胎在那个第六天里面 随阴眼而弃 度发他们 所以为什么 为意成熟有情故 你看 为了要成熟有情 极为严禁诸佛土故 常执诸佛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无空过者 所以诸位你们 在听菩萨摩萨法会这一条路 你帮助我 我帮助你 因为你们都是我的菩萨摩萨的善知识 我也是你们的菩萨摩萨的善知识 大家都互为善知识 也没有谁是高或者是低的 要记住 这个才懂得 摩萨波罗波罗密多的行者 好 色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摩萨 修行 菩萨波罗密多有方便善巧 故怒出尽力 一定要记住 有方便善巧 摘凭你自己 不要脑筋硬硬硬硬硬硬的 然后脑筋硬硬硬硬硬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 一起三度五干 所以以后 你跟你家里人沟通讲话的时候 要记住 常常跟你讲这个话 你为什么都改不过来 这句话不要再讲了 记住 你跟你的儿子 跟你的媳妇 跟你的孙子 这种话都不要再讲了 你要善巧方便 不要用别人不接受你的语言态度 然后起什么 幻界心乃至二慧心 要记住 那个都是你的考试场合 懂喔 如果你考得过 你就用柔软心去教育 而且不用去召集他 你也不用害怕说 他们一直在轮回六道 其实他不了解佛法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轮回六道 本身的华理 所以你也不用替他们召集 因为反左过 必须他要自我成长的机缘 你不用担心他的 但是你现在跟他结善眼 就不要跟家里人再讲 跟你讲了老半天 你这个习气 为什么改到现在改不过来 对方听你这一句话 对方一定会跟你讲跟你顶嘴 可是你每天唠叨 你这种习气 你为什么现在没改 听得懂吗 你的晚辈 你的儿子 你的媳妇 你的孙子 反过来内心也会这么讲 也会起心动念 爷爷奶奶 你自己改了多少 你叫我们改 可是我看你也没改 因为你光唠叨 你自己就改不过来了 那你改不过来 你怎么进入菠萝萝味道 没有办法进入菠萝波味道 我们菠萝波味道 就是与众生互动的教育当中 我们不起刚才所讲的那六种心态 所谓二慧心 乃是千贪心幻戒心 乃至二慧心 我们不能起这个才对的 你不能教育别人的当中 这六种心态 其中一个心态冒出来 这时候我们如读菠萝波味道 我们要自我检讨 听得懂 所以以后要学习跟人家 沟通的讲话艺术 我跟你讲了 半天你的习气为什么那么难改 所以我就会跟主委讲 对方心里也在想 那你自己唠叨 跟人家讲缺点 那个性你也没改 是不是 你可能长辈 人家不敢跟你顶嘴 可是内心他心里有数 因为你也没改 你还笑我 听得懂 那记住 设例子 乎有菩萨摩萨修行 有方便善小故怒出尽力 以此至末生患世宗 作大患王 然后威德赤圣 圣已还众多百千代 也就是大患王 当然他的书圣赤圣 赢过所谓大患王天 因为大患王天是出禅天的第三天 大患王天 从自天处由诸佛土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其中有菩萨摩佛萨 为正无上正顶菩提者 我们欠证 无上正等不提 也就是说 诸位我们 为什么 比如以我 我们现在的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会讲这个 波罗密多法会 也例比说 我要奉献你们 往无上正等不提 这一条路提升 也一样的 那你们呢 反过来也在教育我 我有没有更上一层楼 往无上正等不提 这一条路来提升 所以你看说 其中有菩萨摩萨 为正无上正等不提者 欠证无上正等不提 你看我们同参道友当中 我们之所以 为什么要来听这个波罗波罗密多德课 因为我们要提早被欠证 你要更上一层楼 往无上正等不提这一条路来 然后呢 以正雷无上正等不提 未转法轮子 有些人已经是无上正等不提 但是他还没有出来讲经说法 没有转法轮 我们要欠证他 所以说 然后勤转法轮 未利乐而诸有请故 这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有方便善巧 这个都叫做有方便善巧 有方便善巧的人 不管他遇到逆境顺境 他的心态都是很平静 清静心 也不会再说 我这一生已经红法那么多了 我怎么还遇到那么多的逆境 而懊恼 那这个就不叫做波罗波罗密多的行者 你要知道 波罗波罗密多的行者 不一定你在这一生红法 都是一切 世间的因缘相当中 都是顺利的 所以我常常拿我们的本世世家 你看我们常常说 沉冷圣洁的人 已经夜尽晴空了 结果他在这一生红法 还遇到九个灾难 而且最严重的灾难 是世家族被砍掉 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 这个业障 谁可以比他更重 没有办法比他更重 在世的时候 流流网就派兵 要把世家族给消灭掉了 因为他是小国 因为他是阿瑟士王的儿子 所以你要理解 如果你当菩萨谋杀 你也会遇到逆境顺境 为什么 来证明你到底是不是菩萨谋杀 听得懂吗 好 所以说 是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 修行菩萨菩萨谋 有方便善巧顾 怒出尽力乃至地势尽力 怒持无量乃至舍无量 怒空无边触定 乃至微响微响触定 修思念柱乃至八圣道之 以空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无愿解脱门 自在现前 不随 我修这个课程 但是我不会被迷惑 不随 不随尽力 无量 无色势力而生 是菩萨谋杀 一生首戏 首戏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生要规划你所要成等正结 正等正结这一条路的次第的理路你要清楚 你要自己弄清楚 然后现前尘世清净供养 现在如来因正正结 于是佛守勤修喚行 也需要去了解 你想要成等正结 你必须要用什么方式来栽赔你成就 然后呢 于啊 于是佛守勤修喚行 从此间陌生多死多天 净彼受量 然后诸根无切 就是六根都圆满 然后呢 聚恋正知 所以你的起心动念都要正恋正知 知就是要正确的知道 正确的知道 你有没有还有我执法执存在 聚恋正知呢 无量无数 百千继直那余多 天众围绕 然后呢 倒重 人家就会听你的话了 就要来随喜功德跟你一起学习 然后游戏神通来生人中 正得无上正等 补体转妙法轮度无量中 好 设例子 惟有菩萨摩萨 即六神通不生欲戒 你看菩萨摩萨有六种神通 但是他不生欲戒 不生色戒 不生五色戒 然后呢 游诸佛土啊 从一佛果啊 至一佛果供养公敬 尊重赞叹啊 诸佛世界 修菩萨行 至得无上正等不敌 你看我们到了他方构土以后 我们还要努力 像大家都都有读过 我们观无量寿经 九品往生 你去那边 还没有成等正解 还要努力 继续努力 如果你啊 努力快一点的话 你马上去 九品往生的岔土 你就上柄上身 花开见我悟无生 悟无生就是见到位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明星见性 滑眼镜见法 你就是悟无生的 了解无生的那个道理 可是啊 如果我们啊 在苏博世界提早 波罗波密多的教育啊 你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不需要花那个 所谓下柄下身 还要经过十二大戒 你可能就是上柄上身的行者 都不要一日一夜 因为上柄终生还要一日一夜 那你上柄终生 根本不需要一日一夜 不需要了 你去马上 花开见我 见法悟道 见法悟道 所以十方岔土 他们用三角方便的 那个教育的方法 其实他们的目的啊 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成本正解 不希望你们都当我的 那个弟子学生啊 永远啊 栽培不起来的那种修行者 其实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子啊 好 社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迹六种神通游戏自在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啊 所经佛土 无有身文读解之名 你看哦 你你到了十方岔土 一佛果都听不到那些阴地 所谓身文读解就是还没有见法悟道 还没有得到无身法人的修行者啊 所以啊 唯有一圣真进行者 这个话起来 都是唯一的一个真实的修行者 是了悟菩萨摩萨迪多的行者 了悟菩萨摩萨 那我们在没有去啊 十方岔土 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十方岔土里面用功 所以记住 我们苏博世界就是十方岔土之一 要记住 你不要把这个苏博世界当做那个什么 五卓二世 其实不是 只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才叫五卓二世 你如果理解的话 根本他不是五卓二世 因为这个说博世界就是在干嘛 在陪你 唯有一圣真进行者 你就是唯一一个真实的信使者 是菩萨摩萨 以诸佛土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 诸佛世尊 修行 波罗波罗蜜多 剑刺增长 严禁佛土成熟有情 那你要严禁佛土成熟有情 我们回头过来呼吸 前面那个六种负面的心态不能起来 建议大家把刚才那个最后一段的那个炒起来 然后天天自解你自己 六种心态你又冒出来什么心态 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直取的 这个负面的六种心态 慢慢降低 慢慢降低 只看到一切因缘的发生 而不再起那个所谓幻界心乃至二慧心 就不再起那个了 因为你六种心态 不起来 告诉诸位 当下就是圣生菩萨摩萨摩萨的圆满 因为菩萨摩萨摩萨我们已经告诉诸位 他不是公法 菩萨摩萨摩萨没有规定你一天要拜多少 老婆持多少座义 菩萨摩萨摩萨都没有 他只是在告诉你六种 那个负面的六种缺点 你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改善靠什么 就是自解 自己常常修止观然后解察 我眼根看射程六种心态 哪一个心态跑出来的 耳朵拼生成 我会不会有没有自解 哪一个心态跑出来的 如果提早解枝 我们就提早改善 听得懂吗 我们起了散乱心 自解到了 那我现在不能起散乱心 我看到了 哎哟 我起撑灰盖 起撑灰心 那我就忍入菩萨摩萨都没有做好 你马上看到 马上修正 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菩萨摩萨都的行者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从以前学佛 从那个数字游戏的 慢慢提升以后 我们希望你进入了大学阶段的课程 你看那个大学的教授 还有在教那个大学生 你们回去这篇文章很重要 回去跟我看一百遍 有没有再跟他们讲数字游戏了 没有了 你们自己要汇通 华理 我们数字游戏是在小学阶段 听得懂 你看我们已经读过小学了 老师就告诉你 回去这篇抄十遍 干嘛 顺便练习写字 听得懂 抄十遍 听得懂 他抄十遍不是要让你抄 你们回去 老师要交代一下 你们回去抄十遍要工整 不能乱抄十遍 听得懂 要工整的写出来 才有分数 为什么叫做才有分数 先以义过签 听得懂 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小学阶段要这样子的 寻寻诱导 可是你今天读了 你已经写佛已经三四十年了 你还要寻寻诱导吗 不需要 因为你要 往什么 更上一层楼的成等正解 这一条路提升 所以这时候提升了 我们就要导规 栽培你进入 波罗波罗密多的教育 所以六种 那种 所谓二慧心 乃至幻界心 你要自我审查 不能起来 不能起来 所以 社里子 呼吁我菩萨摩萨 然后 因为前面已经讲说 唯有一圣真进行者 使菩萨摩萨与诸佛土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诸佛世尊 修行波罗波罗密多 剑斥增长 这时候你才有办法 慢慢摘背你 剑斥增长 然后 严禁佛土成熟有情 社里子 忽有菩萨摩萨 其六种神通游戏自在 从于佛果至于佛果 所经佛土 有情受量不可恕之 有情的受量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 然后 使菩萨摩萨与诸佛土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诸佛世尊 修行波罗波罗密多 剑斥增长 然后 远近佛土成熟有情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道 所以你不用敢着急要成就 前面有几个字 交友美 干嘛 剑斥增长 你不要急得要成就 听得懂 要记住 都没有一处可及的 马上就成就 那是骗人的 如果一处可及 可以成就 那个是有功法 有功法的一定是有落法 听得懂 或有比较心 听得懂 一定不是无落法的 一定不是无落法 所以说 严禁佛成熟有情 设例子 乎有菩萨摩萨 你那个不同国土 我们也要有三角方便 你看我们如果是一个佛教徒 我们跑到美国 跑到这个欧洲 然后你跑到那个 异教的那个 那个传统的宗教里面 你跟他讲三宝 马上跟你赶出来 不要说你讲三宝 只要看你的形象 他就已经不高兴了 很难啊 不容易啊 所以才说 亡彼赞叹佛法身保 令诸有情深深尽兴 我们还是要随眼 如果这个地方 可以更上一层楼提升 那我们尽量去帮 所以深深尽兴 尤师常业利益安乐 是菩萨摩萨 于此命中深有佛界 然后修菩萨行 自得无上正等不敌 设例子 忽悠菩萨摩萨 从出尽力 勇猛精进 得出尽力乃至第四尽力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生 如果有办法修学向 尹杰斯利润所开示的 文所成帝 师所成帝 修所成帝 这样的文师 会慢慢增长 然后如果在这一生 有因缘 自我栽培出尽力乃至第四尽力 最好 最好最好 然后呢 再来我们修四五量心 得词无量乃至舍无量 得空无边触定乃至 灰响灰响触定 修四念柱乃至八圣道之 修佛实力乃至一切相智 是菩萨摩萨不生欲戒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菩萨摩萨 他们如果来欲戒的话 他们是有任务来度化众生 他不是业障的习气 来生欲戒色戒的 所以这些菩萨摩萨不生欲戒 不生色戒 不生无色戒 常生能益有情之士 也就是说我常 身在能够帮助自己自利利他 有情之处 能够利益人家的 我才去那边投胎 所以利益安乐一切有钱 所以我都感觉你们能够来听课 真的是为了利益我 你们才来听课 所以我真的要感激你们 感激你们 你看喔 得身能益有情之处手 所以例子 忽佑菩萨摩萨 先以修习六波隆密多 出发心以便悟菩萨正心理身 你看喔 如果你刚才六种心态可以改善 你已经这个菩萨摩萨 就已经叫做什么 先以修习六波隆密多 这时候才叫做菩萨正心理身 听得懂啊 为什么叫理身 理身就表示这个修习 不会胡思乱想啊 那个逆境界顺境界 不管遇到没遇到 他也不会再有有身 所以他会起心动念 可是在起心动念的这个身的当中 他发现到自己 没有贪力盖 秤位盖 余知盖 吊尾盖 焦慢盖 他看不到这个 如果我们在修行佛道里面 我们五知五明 我们起了这个五盖 可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到 这个我们才叫五明的众生 那我们在修学佛道 希望先栽培你是一个有明的众生 也就是说我哪时候叫有明呢 我起了七点的执着 我知道 我起了优点的执着 我知道 听得懂吗 我知道我已经起了 所以说这些菩萨谋杀 如果理解以后 他就不会再往下坠 所以不生欲界 不生色界 不生无色界 但是他会来三界里面 去引导有愿意真上的修行者 要提升的人 所以他会主动出击 所以才说 常生能益 有情之处 利益安乐 一切有情 所以诸位你不要误会说 菩萨摩萨不会来三界 因为三界里面 一样有人愿意进步 听得懂吗 这些菩萨摩萨还是会来三界 不要误会了 这个菩萨不会来三界 可是这个三界里面 还有愿意修学菩萨摩萨密多 的修行者愿意提升 这些菩萨摩萨还是会来的 色力指乎有菩萨摩萨已修行 六菩萨密多 出发心已辩怒菩萨正心离生 乃至正的不退转地 色力指 忽有菩萨摩萨先以修行六菩萨密多 出发心已辩能辗转正的无上正等菩提 因为铁定嘛 也就是说前面从出发心以后 我刚才六种负面的心态都不会升起 那就表示你这个修行人想要成就无上正等菩提的人 你才不会有那些所谓幻界心乃至二位心起来 乃至善乱心起来 乃是称惠心起来 你不会的 因为你已经叮咛你自己 我要成等正解 我要成等正解的人 我怎么还遇到了六根一到六成 我还一样被那个境界所误导所迷 我不会这样子的 所以才说你看说出发心已辩能辗转正的无上正等菩提 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六种 我修学佛道 我这个修行人修学流道这一条路 我常常要自我检查 我们刚才所说的幻界心乃至二位心 这个六种心态有没有升起 如果升起我要在短时间给他改善 因为我们反复毕竟还不了解法院 我而会起怀恼心 因为怀恼心就有六种心态里面 其中一个心态给你波动 你就怀恼来了 所以转妙法轮度无量重 以无与一大内盘界而波内盘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那个无生无昧 无争无减 无来无去的大波内盘 那个寂静的境界 波内盘佛所说正法 假如我内盘 那我所说的正法 若诸一节 若一节以利乐无边 诸有情 所以诸愿我们在修学佛道 你放心 我们都有十方诸佛 他们为了圆满他的成本正结 他会不止劳苦一直来投胎的 可是他的奴胎不是为了来享受 他来奴胎还是要创造机缘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 创造啊 要让我成就波动波密多的机缘 所以你们真的是菩萨谋杀 如果承认菩萨谋杀 就不需要再棘手了 我心里有数就可以了 记住 任何一个境界都是帮助你 是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 先以休息六波动密多 触发心以便能以波动波密多相 那这个如果能够达到 那就表示菩萨谋杀 这个人的上根很好 他马上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诸位 我的上根其实还不是很好 你看我要了解波动波密多 说我要花三十年才知道 我才知道这个波动波密多的重要 以前刚出家的时候 三十年前的自己 我根本还迷迷糊糊 我还是烦恼的众生 一塌糊涂 所以我们有能够 互相见面结缘 真的是往后认识是对的 如果你在前二十年跟我认识 这个法师傅不知道在想什么 整天的烦恼一大堆的 我会被你们骂死的 你烦恼一大堆你还敢出来弘我 听到我们还会被人家激险 所以樱眼的这个 延起的这个配合 我真的是在三十年 出家了解佛法的教育 三十年以后才懂得波动波密多 但是我懂波动波密多 也是跟 刚才跟大家 那个上课讲经的 我每天六根一到六成的境界 我常常要自审 有没有幻界心 乃至有没有二会心 你不是说你今天会上台奖经收法 你这个六种心态就不需要接官了 错误的 你还是要接官的 接官的 然后呢 以无量无数百千祭职那一多菩萨谋煞 前后围绕有诸佛徒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诸佛世尊成熟友情 严禁佛徒 是例子 忽有菩萨谋煞修行波动波动密多得事尽力 事无量事无色尽力 以终游戏先怒出尽力 所以为什么说你当一个菩萨谋煞 你像我们 你们在家居士还好 我们出家师父如果出去弘法 还是会被人家凋然考试 师父你有没有怒出惨 糟糕 我希望你们都是波动波动密多的行者 不会问我这句话 你问我这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说有起娇慢 说没有起憋下心 到底要怎么回答 所以麻烦大家不要问 不要问我 华师你出家那么多年 请问你有没有得出尽力 恶尽力 你看以终游戏先怒出尽力 从出尽力起怒昧尽定 你看你修这个禅定 你要仁硬自在 修到这里这一段所说的 那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们光一个出尽力 就搞三十年 还不一定得到出尽力 其实是可以的 只是因为我们 周遭的工业的环境 我刚才讲 没有被提倡栽培起来 没有提倡栽培起来 所以我们才说很多 我们汉传的 像大陆的很多的出家 鼻出鼻径的汉传 也都是到南传去参学这个尽力 因为我们自己国土都没有 都没有在提倡 没有提倡 所以说从出尽力起怒昧尽定 从魅敬起怒第二尽力 从第二尽力起怒魅敬定 你看都来气自如 魅敬定是很高 我们以四足利来讲 我今天是大 我今天是寿士 可是我马上就可以当小学老师 我不会对小学老师起二心 二是一二三的二 二心的二心 然后我又从小学 然后马上跳到读博士 也就是来回自如 你看你的心态要这样自如的 你不能再跟四足利一样起焦慢心 这个小学生我不焦了 他没哪有资格听我的课 完了 这个念头起来就是傲慢焦慢心了 听得懂啊 所以你看这个菩萨摩萨 以忠游戏 你看叫做游戏 先怒出尽力 从出尽力起怒灭尽力 马上跳 马上跳 只有我们四足利来讲的天才儿童 天才根基的人才有办法跳 所以我们在四十地里面 你看有些 我们台湾有一个十二岁就已经读哈佛了 他们大陆的北京栽培 一样有这样的人才啊 你看英国有一个 有一个五岁的一个小女孩 已经可以拿指挥棒了 在干嘛 在引导交小夜团的指挥 哇 我说那个善根 从这个出尽力跳到灭尽力 你看 马上跳的 从灭尽力起怒第二尽力 然后又可以倒退跳出来 最高的尽力跳到第二尽力 从第二尽力起怒灭尽力 从灭尽力起怒第三尽力 从第三尽力起怒灭尽力 从灭尽力起怒第四尽力 从第四尽力起怒灭尽力 灭尽力可以跟所有的下面的禅定 互相跳动 就是前进后退我都可以 然后从灭尽力起怒空无边处定 从空无边处定起怒灭尽力 从灭尽力起怒四无边处 从四无边处起怒灭尽力 从灭尽力起怒无所有处 从无所有处怒灭尽力 从灭尽力起怒灭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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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力只是菩萨无佛萨 修行保罗保罗密度方便散巧 你看喔 主要有方便散巧 方便散巧 方便散巧 我们下一节课跟大家解释 主要有方便散巧 所以说 我士菩萨无佛萨 修行保罗保罗密度方便散巧 以诸圣定 顺利广环 那这个禅定太高了 来气自主 你看 顺利广环 次第超越游戏之战 这个叫做 狮子游戏三昧 或者我们叫超越等至三昧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如果慢慢了解法意 会用功 你看 一句圣号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文殊菩萨 乃至南无地藏王菩萨 你如果会懂得这个法理 跟他会通以后 在陈阳这个圣号当中 我们没有幻界兴起来 没有陈慧盖兴起来 乃至没有二慧兴起来 那你当下就是什么 就跟菩萨菩萨都相应 那这个圣号 因为你要知道喔 陈等症解的圣号 一定都要跟圣神菩萨菩萨菩萨都 去连结的 所以当你练某一个圣号 只要你喜欢都可以 没有关系 但是它里面的内涵里面 就是没有六种缺点的 幻界兴乃至二慧兴起来 你才可以念到一心不乱 你看我们都有 曾经都有 初学阶段都有用功练火过 你看我们都是嘴巴念 心没有在念 心都要干嘛 起幻界的那个念头 起那个没有忍入心的念头 起那个懈怠心的念头 起那个忽视乱想 那忽视乱想就表示我们没有禅定 才会忽视乱想 所以我们虽然嘴巴在称阳这个圣号 可是我们检讨自己 回光返照检讨自己 我们嘴巴一边念佛 那我们内心的 刚才所讲的六种 負面的那个念头的心 都一直冒出来 所以我们就很难跟佛号相应 所以我们才说 常常会检讨 这个佛号怎么那么难练啊 光要给他练好就很难练了 听得懂啊 然后佛号练不好 当然就无法跟波罗波罗蜜多相应了 因为你要知道成等症结的人啊 每一个人想要成等症结都要经过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这一条 这条路是不可能逃避的 不然你不可能可以得到成等症结的果号 大家要懂得这个 实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以得四念柱 四正断四神主 五根五立 七等解之八胜道之 以修佛实力 四无所谓 四无爱解 大慈大悲 大喜 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这个大慈大悲 大慈 這個大是包容的意思 不计较 才叫做包容的意思 才可以叫大 我们如果看到大志 无量 那你这个修行者就要做到 任何一道一个境界 内心不要主动 起心动念 起计较心 起污秽心 起恶秽心 你不能起这个 所以才可以叫做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共乏 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而不取一流果 你看喔 我虽然有能力 以世主力来讲 我虽然有能力 每一次考试都可以得到前三名 可是我得前三名当中 我看不到前三名的 那个负面的念头 我起焦慢心 我起恶慧心 而且瞧不起人家的心 我们不起这个 如果你起这个 就不能叫菩萨摩萨 就不能叫菩萨摩萨了 所以才说 而不起一流果 若一来果 若不凡果 若欧罗汉果 若独解菩提 若无上正等菩提 是菩萨摩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度 方便善巧故 令诸有情起誓念住 我们不起这个傲慢 焦慢心的时候 可是我们还要老老实实修三十七道品 所以三十七道品是一圣的佛道 一圣的佛道 可是到了如果以世主帝的历史来讲 从佛陀内藩那个年代 就是佛陀所谓那个年代的教育里面 还都在教育三十七道品来成本正解 可是到佛陀内藩以后的这个不派佛教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阿弥陀经也提倡 你到了阿弥陀的世界 这些的鸟 共命之鸟都跟你先说法义 我们常常说 我到那边到底要听什么法 你看阿弥陀经里面的内容也是干嘛 那些的动物跟你先养什么 五根五立七等截肢八正道分 因为它是智力帮你成就的路子 只有三十七道品 智节你就靠它而已 没有另外哪一条路 可是三十七道品它本身不是公法 听得懂吗 它不是公法 它是观念的理路 你被教育 愿意接受 你才能够成本正解的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 听经文教 听多了以后 然后找出每一部经典 它叫我们成长的 我们以闽南话来讲美港 峭门 听得懂吗 因为你到哪里都要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曾经红法过 人家问我 法师法师问你 那以后我们在这边 都练火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学什么 我们也曾经被人家拷问过 我说要学三十七道品 因为那些的共命之鸟 评写之鸟 都跟你讲五根五粒 七等结之八圣道分 它没有跟你讲华元经 听得懂啊 你去那边不是在跟你讲华元经 或者讲华华经 讲什么经 没有 它在讲五根五粒 三十七道品 所以我们读了波洛法会 你看每一段 都不能离开三十七道品 因为它是成等正节的 稳定的根基的课程 而只是观念上你愿意接受 好 你看说 是菩萨摩萨 修行波洛波动密度方便散角固 令诸有情 启示念诸乃至八圣道之 使得呢 一流果乃至欧罗汉果 独解菩提 佛令友情 修佛实力乃至一切相智 使得呢 无上正等菩提 也就是说 用这样子才有办法栽培你 达到最终的无上正等菩提 这一条路 设例子 此诸生文地 此诸生文独解 果自 即是菩萨谋煞人 也就是说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 这个生文所 跟独解所要做的课程 你都愿意包容接纳 去做的话 那这个就是菩萨谋煞 这个人 人就是接受接纳的意思 不是一般我们现在 反乎的世间所讲忍耐 的意思 人 是人可接纳的意思 叫做忍的意思 好 设例子 当之菩萨谋煞 驻不退转地 以波罗波罗密都相应 能为失事 假如你是照这样做的话 那佛陀跟你应许 所以跟摄例子讲 当之是菩萨谋煞 驻不退转地 所以我们 如果修学佛道 我们内行的人 我们只要跟你询问一下 某某人 请问你平常在做什么课程 我们就可以判定 你将来会不会退转不退转 因为你有没有正念正知 有没有提正念正知 然后以波罗波罗密都相应 能为失事 也就是波罗波罗密都才能够 圆满这一件事情 是个例子 忽悠菩萨谋煞 驻六波罗密都 你看哦 在跟你讲这个忽悠菩萨谋煞 你也就是说 你清静 都帅头天 当之是菩萨谋煞 此贤解中定当作佛 因为我们当然都知道 贤解第五佛 就是弥勒菩萨 说例子 忽悠菩萨谋煞 修行波罗波罗密都 所以得事尽力 事无量事无设定 以得事念住 你看哦 在跟你讲这个忽悠菩萨谋煞 以得事念住是正断 是神主五根五立 七等结之 八圣道之 以修佛十立 事无所谓 事无爱解 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十八佛不控法 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就是心气 菩提 然后常无 谢慧 也就是说 都很精进半道 没有懈怠懒 而以圣地 限位通达 你看哦 你在 你虽然读了前面那些 但是你对于圣地 圣地就是你没有剑法无道 没有得到法远镜 没有得到法远镜 所以 而以圣地 限位通达 就是没有剑法 然后 舍利子 党子 是菩萨谋煞 一生熟悉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一类的友情众生是这样子的 那你当菩萨谋煞 你对于这些的修行者 是你这一生的 你所要关怀的对象 因为他们没有 那个 成就 所谓波罗波罗密多 圣地指 忽悠菩萨谋煞 修行波罗六种 波罗密多 由诸世界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严禁佛土 安利有情 以无上解 也就是说菩萨谋煞他的任务 他到他方国土 他任务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帮自己帮他人 从一佛果至一佛果 严禁佛土 安利有情 以无上解 都是希望他们能够解悟 是例子 是菩萨谋煞 要经无量无数大劫 乃政无上政等不敌 你要经过无量无数劫 无量无数劫 是例子 呼喻菩萨谋煞 安主六种 波罗密多长情 精进饶益有情 口长不收 饮无益 于生益 不起 饮无益 也就是说不管嘴巴讲的话 深夜讲的话 益业 我们都不要再去花那些浪费的时间 干嘛 饮无益业 没有益业 没有益业的 那种深夜口夜 听到 但是 你必须要重新教导他们 他们才知道哪一种 他的深口一三月是没有益业的 不然他不知道 听得懂 他不了解 好 设例子 呼喻菩萨谋煞修行六种波罗密多 常情精进 饶益有情 从一佛果之一佛果断诸有情 三二趣道 也就是菩萨谋煞帮助有情 也希望他离开三二道的捆绑 设例子 呼喻菩萨谋煞 所以记住六种六波罗密多 常与布施波罗密多为上手 然后勇猛修诸菩萨行 慰诸有情 一切乐趣常无谢习 如果我们在行六度的是属于布施波罗密多 因为布施波罗密多的圆满是 对方应欲接受你的东西跟财物 或者财师法师无畏师 对方应欲接受 你布施波罗密多才圆满 所以我为什么说 一定要跟你们典礼上拜 因为我讲波罗密多 你们愿意接受 接受这种法师 那这个法师我接受 其实该典礼是我要跟你们典礼 菩萨谋煞 所以下课以后 你们要跟我典礼 就往五分钟走 我要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 永满修识诸菩萨行 你要记住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布施波罗密多是对方跟你完成的 听得懂 假如你讲经说法 你要实践法师 没有人愿意听 拜拜再见 那我们的布施波罗密多的法师 这一条路我们没有完成 我们不能起责备心 是那个不听的人 业障深中 善根不成熟 你如果是这个几心动念 那你不是菩萨谋煞了 听得懂菩萨谋煞不能主动激行 对方 是因为你没有善巧方便 所以永满修诸菩萨行 会诸有情 你要帮助一切有情 干嘛 那一切乐具常无 泄息 虚实 与时兮 云云云 虚盛 云盛 盛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车子 虚一云一 花香阴露 黄色卧聚 船踏 登陵 柴骨 珍宝 然后 随其所需 知生之物 皆兴己思 但是这个己思不能爱见卑的己思 不能勉强推销 人家不喜欢的东西 你为了成就 对方为了成就我的布施波罗密多 我告诉你 我为了完成布施波罗密多 我拿给你东西你一定要拿 不喜欢也要拿 不然我的布施波罗密多不能完成 是不是 你这样没有慈悲啊 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勉强啊 这个不可能 波罗密多会圆满 因为双方起烦恼 我们起烦恼 我们起烦恼就已经没有 波罗波罗密多了 就要记住 你要记住 你让 你所做的生活一三月 让对方起的 那个 起心动力 烦恼起来的话 都那个 波罗密多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好 色例子 忽有菩萨谋撒 虽记住啊 六波罗密多 常与境界 我们布施做成功以后 我们后面还要做什么 也就是六种波罗密多 都要在六度六种的 因缘相的状况下 去圆满你 栽培你 所以 刚才布施波罗密多讲完了 现在要讲境界 所以才说 常与境界波罗密多 而为上手 永满修喜诸菩萨行 你看喔 这里的境界 不是去纠正别人的缺点 有幻界没幻界 不是 是你这个菩萨谋撒 要开始 来修习菩萨行 然后你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 应用到什么 身口一三页 所以说 据身以意 书胜利以 书胜利以 然后欠诸有情 依令修习如是利以 令树圆满 这个才叫做 境界波罗密多圆满 境界 好 是例子 书有菩萨谋撒 虽记住 六波罗密多 常与安忍六波 安忍波罗密多 而为上手 安忍波罗密多 然后 永满修喜诸菩萨行 远离一切 混会等心 任何一个境界 逆境 因为我们在世主地来讲 我们会起混会心 大部分都是一道逆境 不喜欢的 境界 我们今天才会起心动 混会心 我不跟你讲话 这个念头起来 就叫混会心 你一定起了 那你起混会心 那你的忍路波罗密 都没有完成 你要用这样子去觉察 所以说 远离一切 混会等心 欠诸有情 依令休息 如是安忍 安住 然后令数圆满 所以 子乎有菩萨谋撒 虽记住 六波罗密多 我们虽然都有具备 安住在六波罗密多 但是这个阴言相的不同 有布施 境界安忍 乃至现在所讲的精进 常与精进 波罗密多 而为上手 然后永满修喜诸菩萨行 菩萨行 大部分 第一个先要栽培自己见法 在佛陀那个年代 被称为菩萨 是要见法以上的人 才有资格叫菩萨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是受菩萨界教授菩萨 不一样 那个等级的 那个称呼是不一样 是见法以上的人 才可以叫菩萨 所以在佛陀那个年代 菩萨摩萨只有 再说谁 再说本师 释迦摩尼佛 他才可以做到 所以你看说 永满修喜诸菩萨行 既既修行 既既修行 一切善法 欠诸有情 依令修行 如是精进 然后令述延满 实力 实力指乎有菩萨摩萨 所以记住 六菩萨摩萨 常以尽力 菩萨摩萨 而为上手 也就是当一个菩萨摩萨 他在他的身口一三月 他必须要有这六种特长 布施 境界 安能 精进 禅定 那才可以叫菩萨摩萨 的 不能只有一个特长 所以说 永满修喜诸菩萨行 既修一切善 赦摩萨摩他 赦摩萨摩他 这个善都代表 建法以上的人 来修三摩地 来修出产二产的人 所以 赦摩他欠诸有情 依令修行 如是圣定 也鼓励别人 所有有情 所认识的人 来修起 令述也满 所以我们刚才 上一节课 就有跟大家介绍 大家 要圆满我的 那个 那个 净利波罗密多 你们一定要接受我的欠告 要修学净利 你们如果不修学净利 我的净利波罗密多 不能圆满 所以拜托拜托 你们一定有机会 要修学净利波罗密多 我净利波罗密多 才会圆满 你不修产定 我就没办法圆满 所以如果要圆满 净利波罗密多 那当然 我们刚才说 三节课所介绍的 两位大德所注解的 我们讲是汉传的作品里面 你要去啊 回来看 然后慢慢去了解 什么叫净利 因为没有修学净利 就是说有一天 你到他方国土往生 你要成等症结 你这个净利 这一段路也要修啊 不然你在那边 还是不能成等症结啊 不可能的 好 摄底子 互有菩萨摩佛萨 虽具 住六波罗密多 常以波罗波罗密多 而为上手 永满修习诸菩萨行 然后就不再计较了 永满精神 就不会计较 那个是我做我不做 那个我喜欢做我不喜欢做 已经不能有这样子 因为你要成就菩萨摩佛密多 乃至六度的圆满 你这个修行者 不能再跟凡夫的 那个众生起计较心 因为你起计较心 那你铁定 菩萨摩佛密多 不可能圆满 所以祭修一切啊 辟薄身啊 你看就是观 你看前面第五个讲定 第六个讲辟薄 辟薄身啊 那我们为什么说 你要懂的这个辟薄身啊 就是在一切西地论才讲解比较细 讲解的比较细 欠诸有情依令修习如是圣会 你才有办法有啊 那个不止取的那个剥落会 你才会建立起来的 令数也满 所以记住我们讲圣会这个会 不是说你今天修学佛法 现在脑筋比较聪明 聪明不等于圣会 听得懂啊 不等于圣会 我们的圣会是 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的应用中 你啊 眼根一道色尘乃至一根所一道法尘里面 你的挂爱啊 那个执着越来越淡薄 这个时候你的成功 才会成就你的圣会 假如你还有一个职友 他会把你的圣会给刷下来 所以圣会要圆满 就是你要通达佛陀所讲的法义的毅理以后啊 然后在自己日常生活的生活一三月去推行 去实践 设立指 噗哟 菩萨摩萨修行 波罗波罗密多啊 化身如佛啊 骗怒地义 你看喔 为了要度化我们人道 还要度化六道 所以菩萨摩萨其实很忙耶 很忙 所以是化身怒佛 如佛一样像佛的一样的化身 骗怒地义 旁生诡戒 若人若天啊 随其列阴啊 唯收正法 随其他所领悟力的语言啊 或者他的习俗啊 他的惯性啊 你帮他宣说正法 好 是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安诸六种波罗密多 化身如火片道 死亡禁杰撒等诸佛世界 为诸友情宣说正法 严禁佛徒为以诸佛手啊 听闻正法 你看 你看 不只要去帮人 还要 做 被作为什么 被作为十方诸佛的学生弟子 然后你要去啊 以诸佛手啊 听闻正法 然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周然十方最甚佛徒为妙尽相 为妙尽相 而变自己最局 庄严清净差度 其中安处一生啊 首席诸大菩萨 教令四五正无上不敌 也就是说你也 一样可以学习啊 像这个菩萨摩萨一样 然后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 自利利他 设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修行六种波罗密多啊 成就啊大事三十二项 然后诸根猛利啊 清净端严 也就是说 诸根的六根当中啊 都很清清楚楚 不会交代不清楚的 所以诸根猛利清净端严 众生见者啊无不碍尽 众生看到你这样的用功修行以后 你改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跟 跟你共住在一起 跟你相处的时候 没有感觉我起恐惧心 如果我们跟啊 一切众生在一起 让这些众生起恐惧心 那表示我们还有我 我所存在 人家才要防备你 那就表示我们 被人家找向 所以众生见者无不碍尽 然后呢 因私欠导啊 然后 因其啊更意啊 令见证的三圣内阪 因为我们放下自己的我见身段 尤其我们比丘比丘尼啊 尤其博尔 尤其博尔 我们邪佛人更要放下身段 我们绝对不能再用你的身份的外表 来多一点交慢心 不行的 你如果修学佛道 当佛头的器重祭祀 还在器重祭祀的身份里面起交慢心 我们今天邪佛就是 比阿朗在《弩怨经》讲的 我比那个没有邪佛听经文法的人 还更糟糕 我们亲自跟佛陀讲这句话 所以才说你应该应其根异 看对方的根基 然后我们协助他 正德干嘛三圣内盘 不要在弘法的当中 对方没有接受你的规矩的要求 你就把他排挤排斥掉 那你不是补杀谋杀 你是选择对象在弘法了 跟我个性好的会听话的 我才帮助 跟我个性不好我才不帮助你 那这个不是菩萨谋杀 也没有办法实践菩萨菩萨密多 所以才说 如是设例子菩萨谋杀 修行菩萨菩萨密多 应学清净生理意愿 你看你生理意愿要清净 生理意愿要做到清净两个字 要学菩萨菩萨密多 才会真正的清净 你如果不学菩萨菩萨密多 你要想清净很难 因为我们一个早有见的有 出来以后你就不懂菩萨菩萨密多了 设例子 佛有菩萨谋杀修行六种菩萨密多 虽得诸根名利 而不自 而不自重亲他 我虽然了解菩萨菩萨密多 但是我的六根很敏锐 但是我不会瞧不起人家 也不要瞧不起自己 也不要瞧不起别人 你看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互相交流当中 有时候我们无意中习气就会产生 你学我几年了 三十年 三十年还这样子 这计划就清漫心就出来了 你看 你马上那个清漫心就出来了 你以为习气那么容易改 不好改 你要知道 你要培养到一个修行者 看到他的习气愿意改 你要花多少时间的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佛不会主动 你这么难教以后不教 会讲这种话 如果会讲这种话 那给定释迦牟尼佛没有成等症结 成等症结不能主动极弦众生 就算提不打都 一直跟释迦牟尼佛畅缓掉 佛陀也不会在他的身上起恶心 所以你看我们都读法法琴 你看还跟他授记 诸位有一天你遇到了 有人每天害你跟你打对台戏 你要不要跟他授记 哪有可能 要一起斗地大家双手牵着去吧 还要跟他授记 你会跟他授记吗 你说琉璃网杀了 乃至于这个提伯达多的挑拨 因为提伯达多 佛陀在世的时候跟佛陀讲 你年纪大了 你退位 你老佛退位 我心佛起来承接 你看可以当面 而且主要记住 下面你们听一听就好了 我们很多的燕心寨主都是认识的人 都是最继续的亲朋好友 你要知道 你要只看佛陀在世弘法 跟他调比捣蛋的 吴比丘都是释迦族的亲戚的人 都不是外人 听得懂啊 都是自己以世之地来说的 那个提伯达多率领另外四个 也都是他们的堂兄 的自己的 薄薄熟熟的那个亲戚 或者内伪外伪的亲戚 都是他们 好 注意记住 如果我们今天要学习佛法 你要承等正解 真的要感谢他们 因为他帮助你 智杰你有没有对我在一起 极险的心 不愿意跟我讲话 或者讨好我 或者不讨好我 这个就是学波罗波密多 因为你已经告诉你自己 要承等正解了 所以说 忽有菩萨谋杀修行六种波罗密多 虽得诸根名利 而不自重亲他 而不会抬高自己身相 所以在教义的口气当中 绝对不会说 你们为什么那么难教 我教了那么久 为什么都不会理解 这个叫做什么 自重亲他 你这种话不能讲 连不能讲也不能讲 连起心动力都不能起来 所以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从初发心横住 横住师界波罗密多 就是布师跟进界 波罗密多乃至 未得不退转地 以一切时不得二戒 也就是菩萨谋杀从初发心 我虽然安住了师跟界 就是布师跟进界 波罗密多乃至 因为我还没有得到不退转地 但是这个菩萨谋杀 都不会再逗入这个恶曲 三恶道里面 是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从初发心 乃至未得不退转地 常不舍离十三夜道 我们没有得到不退转 我们这个十三夜道要先做 虽然十三夜道让我们执着以后会升天道 但是我们先要把这个基础做好 因为我们常常 太西大师讲人臣及佛臣 什么叫人臣 十三夜道要圆满 还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十三夜道 所以叫人臣及佛臣 那你十三夜道基础打好 那你以后更上一层楼 见法悟道的无我 就做得就越好 就越快 是例子 忽有菩萨谋杀 安住思界波罗密多 做转能王成就七宝 以法教化不以非法 就是说有一天 你讲事件用转能圣王 不是用出家身 用转能圣王 然后去教化你的国土 不以非法 安立 帮助你的国土的这些友情 每一个人都推行十三夜道 安立友情于十三夜道 所以这位我们在弘养佛法的 初步阶段 对初学佛的人 我们都要鼓励他做十三夜道 修桥补路这些都要鼓励他 然后如果他渐渐提升以后 我们才跟他讲这个解头之道 当然要对方自己要成长 如果他不成长 我们不能勉强去讲这个六度 所以才说 以以财宝记诸平华 实力指 忽有菩萨谋杀安住思界波罗密多 无量百千 做转能圣王 因为你看 这里的六度都讲前面的思根界 因为思根界或者安人 他们都是属于修福报的范围 他不是属于修慧 所以才会跟你讲说 你看 你修你安住思界波罗密多 布施跟境界波罗密多 无量百千事 做转能圣王 因为做转能圣王的 那个水平的条件资格是什么 思界波罗密多要圆满 你转能圣王才做得起 不然你没有福德因缘做得起 执意无量百千 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所以他们呢 这些转能圣王 你叫他修行用功 他不愿意 他要干嘛 我只要每天可以看到 思光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而且佛还会在大众里面赞叹我 你看听得多舒服 你看这些转能圣王的水平就是这样子 你跟他讲那个圣圣波罗密多解脱 他才不要 因为他已经 那个转能圣王的福报太大 做得太久了 做得太久 所以恭仰恭敬尊重赞叹 舍失内外不以为难 当然他福报好 转能圣王那福德因缘 你要什么东西 他都会满足你的愿望 因为他要在你的身上圆满什么 布施波罗密多 境界波罗波罗密多 舍利指乎有菩萨摩萨安诸六种波罗密多 常为邪见 盲民 友情 做法照明 也就是说我们了解波罗密多 我们要去帮助主动帮助别人 去帮助别人 干嘛 做法照明 做法就是要讲经说法 以此此名常以至道 用这样的 我们如果讲这个名就是我们的智慧 波罗会关 如果你有波罗会关制造 你也应该去帮助别人 乃至无上正等补体 此法照明 成不舍利 而且这个照明 剥落的这个照明 常不舍利一切众生 使菩萨摩萨 又是因缘 以诸佛法常得陷阱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广佛法 也就是说我们推广佛法当中 我们从十善业道开始推广 从五界开始推广 然后渐渐的引导 要进入波罗波罗密多 要记住 教育自己提升 事故 这时候如果菩萨摩萨了解波罗密多 那从身口一三月所引发的那个造月 就不会再起来了 就不会再起来 为什么 因为你有跟波罗波罗密多相应 波罗密多 所以才说 原来我们反乎因为只有边 所以我们很容易有身口一三月的罪月 你看这里后面是个乌龙战旗 千分之一秒 万分之一秒 从身口一三月的因缘时候 发生的因缘象里面 我们不会再起那个罪月 二边的对立 十色粒子白佛远世尊 迎合名为菩萨谋杀 有罪生于一月 你看有罪 这一段的问答画起来 就是告诉你 你的生于一月为什么叫有罪 跟以前我们初学佛的 有罪的生于一月 它的差别在哪里 佛远世例子 若菩萨谋杀做事内 你看喔 只一个起心动念喔 你还没有去骂人家欺负人家 那在我们一般凡夫的 你要骂我 你要瞧不起我 我看到我们才叫罪业 可是在波罗波罗蜜多就不同了 在若菩萨谋杀做事内 此是生 我由此故而起生业 此是义 我由此故而起义业 此是义 我由此故而起义业 这例子 是菩萨谋杀有罪生于一业 所以画起来 你看这为菩萨谋杀你的水平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还在用生口一三一来起心动念 如果你是这样 那你是有罪 听得懂吗 就有罪喔 所以这里的解释是 提升到波罗波罗蜜多的解释 以前我们在初学的戒律 是你患道戒 患云戒 患口悦的罪 我们才有罪 可是到了波罗波罗蜜多 不是喔 已经提升 你看喔 每一个一页的后面里面 都说 我由此故而起深夜 我由此故而起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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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都讲这个我 因为有这个我起来 会有我慢 听得懂嗎 我慢 慢性会起来 你看 我的深夜清净 我的义业清净 我的义业清净 那你的我慢就出来了 那我慢出来以后 你是啊 世俗帝来讲 你是世间十三夜道的善人 但是你不是圣神 波罗波罗蜜多的行者 这样听得懂吗 你一样有福报 你一样有十三夜道 人天的福报 但是你不是波罗波罗蜜多的行者 这里的解释是 站在波罗波罗蜜多 你硕士博士的学生 那你的起心动念 你要自己自解 还有没有找友编 还有没有在深夜一三夜里面 要去着想 听得懂 因为你已经被栽培菩萨摩萨的等级了 所以这一段你要画起来 就是说你要有一天自我栽培你 你深夜一夜三夜 可以随那个因言而去做 而不要在深夜一夜里面起焦慢心 所以我才说我由此起深夜 口夜 意夜 为什么叫我由此 因为有我就有身见 就有我见 就有我们金刚经所讲的 人相 我相 众心相 缩者相 那你如果这个事相起来 你都不能叫菩萨摩萨 所以菩萨摩萨 并不是世主帝所讲的 你做善事做得很大 叫做菩萨摩萨 不是啊 你做善事如果做到很大 你还起慢心 这个善事都是我做的 我 没有我 不能做 哇 那个更自我慢 你第一个就先害了你自己 因为你不能了解菩萨摩萨摩萨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们了解菩萨摩萨摩萨摩萨 我们随眼做一件事情 然后不要有我一个我出现 我才做深口一三月清净的事情 所以才说 这个例子是明菩萨摩萨摩萨 你看喔 跟你回答干嘛 有罪 有过失 罪就是过失 过错 有罪生以异业 记住你看 所以你如果要让自己摘 没有在生以异三月的推行当中 没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我见出来 那第一关 再陪你 依闻思修怒三目的 你一定要先做这个 你才能够把你的生见给拿掉 我见给拿掉 好 下面五十三月 射地子诸菩萨摩萨修行 菩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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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 生业 你看喔 更像一针喔 我不能在生业的善法里面 可业的善法乃至异业的善法 我要得到好的果报 的起心动念的念头起来 所以叫不得 不得从生跟生业的因缘 乃至不得与吉与业 不得与吉与业 是例子 若菩萨摩萨修行保劳保劳密度 得生与业及生业业 geb折 你看喔 这个要花起來 假如你每天都在做生口意三阅 可是你在做生口意三阅的修行的当中 你呀 有这个我见存在 所以你便起 你会起什么 千滩心 幻界心 混腹心 懈怠心 善乱心 惡慧心 你会起这个 这些六种心态的起来 诸位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要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有身见 所以我们修学佛道 不是这六种心态很难修 是因为你有身见 让你这个六种心态会造 负面的六种心态会建立起来 因为你第一个先有我见 有我见就是没有见法 所以诸位我们第一个 要跟大家重新复习一下 因为要常常复习你们才会记住 佛陀当年的建法 不是后来的建法比较抽象 不知道你也无法去认定 你到底有没有建法 其实建法如果你听经文教 在佛陀的教育下 你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建法 听得懂啊 因为佛陀在弘法的过程当中 只一直提醒你 两个观念 你这个修行人 你某一个修行人 第一个 你在修行的当中 你又没有起有见跟无见 有见跟无见 那有见一定会在八宏里面 因为八宏是非对错高低没错的当中 你会起哪一种心态 力衰毁忆称积苦乐 如果我们起了力衰毁忆称积苦乐 我们都叫做早有 不管你是找顺境的有 或者找逆境的有 你都叫做早有 高兴不高兴 高兴早有 不高兴也叫早有 听得懂 因为高兴让你起贪意盖 不高兴让你起成为盖 我们都叫早有 那我们凡夫啊 在师父的经验里面的教育啊 我们百分之九十九都早有 所以来人间头谈 如果没有早有 你怎么会有因果轮回 因果轮回就是早有嘛 听得懂吗 那你不要想说 你下一辈子再来 因果轮回的早有 你要短暂你的音啊 听得懂吗 短暂你的音啊 你不能再去羡慕那些富贵人家 以后我早有 我这一次要好好做布施以后 跑到那个天道十三夜道 做天人 然后享福 那你还是叫早有啊 听得懂吗 或者跑到人道 当那个郭台铭的儿子 或者当那个台积电 大老板的儿子孙子 你还是早有啊 听得懂啊 还是早有啊 所以所以我们理解佛法以后 就开始啊 要自解我的早有的比例啊 任何眼根一道射程 耳朵听到深层 以此类推 一根锁对的法层 你要用算盘计算 现在不用算盘啊 电子计算机啊 你一天的那个早有的次数有多少 反复要早午比较不容易 因为我们一般啊 在早午的 早午的这个修行者的人啊 有没有有 因为他是属于断见的思想 断见的思想 所以他在与人相处的当中啊 他常常会有断见的心态语言啊 会冒出来 可是这个 讲这个断见语言的这个人啊 他不知道他已经换了断见 为什么 无敏众生 因为他自觉能力不够 所以他不知道他就是断见的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佛法里面 你今天所要处理的两件事 就是你要自己自觉 我早有的有 而让我起贪心 秤心 疑痴心 这个比例啊 我们希望给他降低减少 听得懂 我们慢慢给他降低减少 降低减少靠什么 现在要靠自觉 而不是啊 停留外反位 靠诸佛菩萨加持 没有办法的 所以你要靠你 听经文法里面的法义的理解 让你自己自觉自己 我早有的比例次数会减低 如果诸位你们把这个道理弄懂 你们在家里 原来以前没有读 这个波罗波密都法会的经论的时候 你不会用 因为以前读这个波罗法会的时候 把它当作文字的知识 在研究而已 可是没有去实践 因为我们的实践不是闭关 是当下 当下六根一到六成 就要来考核 有没有跟前面所讲的六度 你会不会升起什么 千滩心 幻界心 混飞心 懈怠心 散乱心 二位心 你要从这凭次解关 那我们把这个六种负面的 这个切点慢慢降低比例 听得懂 我的千滩心减少了 然后渐渐恶费心 乃至恶费心都减少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了解波罗波罗密都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成就菩萨摩萨 已经不能在停留外反位的攻击 我们是要内在的执着发现到 把它改善 所有的境界都让它减少 撑阳批评赞叹 也就是巴风 尽量减少 尽量减少你的次数 因为以前没有了解波罗波罗密都怎么应用 不知道 所以我们习气难感 可是我们现在听经文法以后 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提醒 你们不要误会 波罗波罗密都是一个境界 它不是境界 它只是把切点改了就有了 哪一种切点 千滩心 哪是恶费心改了就好了 它根本不是攻法 它不是那个外反位里面 你要做多少功课 你的成绩老师给你打分数 90分 80分 100分 它不是这样的教育方法 它不是的 那我们实践波罗波罗密都 因为种瓜有一天 你就到踏方国土去塑身 你要成等症结 这条路都要走 就圣身波罗波罗密都 这条路绝对都要走 不然你不可能成等症结 不然如果你把它享读 我们48大宴 其中有几个宴都是这样开释的 只是我们都把它练一练就放了 就好像是练给自己听 还是练给阿密陀佛听 我看连练给自己听都忘记了 所以我问你说 48大宴其中有一宴在讲这个你知道吗 师父我没有练到过 为什么没有练到 因为嘴巴练心没有记忆 就练过去 所以从来不知道有练到这一段 不知道 所以诸位你要记住 若其此心 诸位放起来 就是说这六种心态一起来 你今天不要骗人 你也不要找你的老师 欧密陀佛跟你授记 你不要去骗人了 对你了解经意的人 自己授记自己 就好了 你不要去找别人来跟你授记 因为有道无道自己知道 所以若其此心 不明菩萨谋杀 这六种心态 你起了一个 你都不能叫菩萨谋杀 所以诸位不要误会 菩萨谋杀 以世子力来讲说 要硕士博士毕业 叫做菩萨谋杀 不是 不管你在哪一个阶段 你这个六种心态 要自我自己 有没有违患到 因为有患到 我们刚才讲 都早有见 早常见 听得懂 那以前我们不了解佛法 我们必然 包括我以前在初学 我已经早有 你看以前我初学的时候 我找瑞相 我找神通 这个我都走过了 你们不要以为 我今天很高 没有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一直掺学 掺学什么 人家的神通 人家的感应 人家的瑞相 以前我初学的时候 一样都走过了 但是因为我比较有自觉 奇怪 某个道场鼓励的 神通感应这个道场 为什么三毒五盖那么严重 这时候才让我自觉 你看我一样 某个团体 只是我现在为了爱面子 不能讲团体 我不能跟你们讲 保留一下 因为师父还有自尊心 什么叫自尊心 我见 以后你们才出去 不会跟我讲 师父 我健身健那么严重 所以我不能讲 我的过去的事情太详细 点到为止 我一样追神通 追感应 一样追 你要讲拜我 我不会拜输人家 你要讲持咒的那个数字 我也不会输你 我在短时间 为了要感应道交 我拼得比你更快 听得懂 但是拼到最后 身心疲劳 疲倦 什么也没得到 只有得到疲倦两个字 好累哦 然后最后呢 如果你执走得更严重 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就增长三毒 碳液钙 秤胃钙 鱼制钙 你就增长这个 这时候我才 哎哟 我学我怎么学到 我的碳液钙 秤胃钙 比原来还没修更严重 以前还不懂 无知无明 还不知道要碳液钙 要碳多少 秤胃钙 要花笔气 要花多大 以前还不懂 怎么学我学了一段时间 比原来更糟糕 听得懂啊 所以我会 就会常常 用嫩言经 阿难尊者跟佛头讲的 我比那个 没有听经文法的还糟糕 听得懂 因为没有听经文法 他不知道三毒五盖 我们要包容他 可是我们今天邪佛 我在你释迦牟 当世者 已经当了二十年了 我还 比那个没有邪佛 没有当过世者 还更糟糕 是不是要自己还行 所以诸位你要懂 要懂的 波罗波密度 很简单 把六种心态的 那种心态改善就好了 把千滩心改善 患戒心改善 混会心 懈怠心 散乱心 恶慧心改善 那个就叫 圣身 波罗波罗密度 好 若起此心 如果你起心动念 你看 就跟你讲 很坦白的话 你不能叫菩萨摩萨 四顾修行 波罗波罗密度 菩萨摩萨 生此念者 无有是处 画起来 假如你还起心动念 你无有是处 听得懂 你无有是处 实例子 诸菩萨摩萨 修行六种波罗密度 能尽身于一三叶出众 假如我们了解 波罗密度 我们可以转 我们以前在反忽 因为反忽的生于一叶 一定是出众的 不可能亲近 就算你做善法 你的生于一叶也是出众 为什么 我做善法 修行补路 我就是为了让你们 在雨夜赞叹我 你有够够 你是怎么 修行补路 一出这么多 你不简单 这个是不是雨夜的善法 我听了你 多高兴 下一次出多一点 这叫什么 出众 听得懂吗 是为了名利心而去布施的 不是为了解脱而布施 这样分清楚 听得懂 你不是为了解脱而去实践 在所有众生的身上 实践干嘛 布施 波罗密度 也满 你要自己检讨一下 十色立子 白佛言 世尊 因而菩萨摩萨能尽身以义三种出众 我们如何清净身以义三种出众 就是如果我们被教育 波罗波罗密度 因为波罗波罗密度 前面就有跟你一直洗脑嘛 前面就有跟你一直洗脑嘛 教育嘛 教育什么 六种心不能起来 如果六种心起来 我们修行波罗波罗密度 要在最短的时间去检查它 我们叫自检 要马上检查 我又起贪一心 我又起散乱心 我又起二位心 马上要检查 然后短时间的当中 那六种心态所产生的 生业 口业就会减少 因为六种心都是 是不是属于一业的范围 那你从一业里面回观环照 你看到的 你这六种心态的 那个切丝起心动念 你马上把它干嘛 用延期法 所以记住 此五故鄙五 不要让它在下面再起来了 此五故鄙五 此妹故鄙妹 用延期法的教育 教育你自己 我看到我起贪心 好马上下一个第二念 此五故鄙五 不要让贪心起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 不要让它起来 然后这个都从日常生活的那个 人与人的相处 因为人与人的相处 就会发生了五印的作用 十二路十八戒的作用 听得到 你看我们现在听经文法 有没有五印的印咒 有 我讲的人有五印的印咒 你们在听课的人 一样有五印的印咒 以此类推 有没有十二路十八戒 有没有六大的印咒 有啊 听得懂啊 然后我在这个印咒的当中 我听经文法以后 我懂得这个节观力的提升以后 哇 让它只有的那个比例啊 慢慢减少减少 减少到什么 清净平等 所以叫做五印皆空 空就是清净平等的意思 不计较不计早叫清净平等 我们还有是非对错高低美丑的 这个阴影像里面取啊 那个贪心称心乃至 前面所讲的 千贪心乃至二位心 这个时候我们叫做身心出重 听得懂 所以我们希望听经文法以后 把它降低 所以你们在没有听波罗法会之前 你们一定跟我以前初学一样 我以前初学听这个波罗法会 我以为它有特别的根基的人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因为我被这个天台中的 这个五十八教影响 要学这个波罗波密多 以士律律来讲 那一定要读博士的人才可以学 以前是这么理解啊 那我某某人啊根基不共 因为我才小学毕业而已啊 我哪有办法学这个 这个硕士博士的课程 后来呢 修学佛法慢慢累积经验以后才知道 那波罗波密多根本不是在讲这个 在讲你的缺点要如何改善 是在讲这个而已 不是在讲你的功力 世俗地的功力 有多少功夫有多厉害 不是在讲这个 是在讲你的千贪心 幻界心乃至二位心 你有没有勇气改善 让它减少一点 减少越来越减少 那六祖开悟的祭送啊 你就做到 你就做到因无所住而生清净心 所以什么叫清净心 就是皆空的空 平等的对待 平等的对待 从哪里训练 眼根一道射程 耳朵一道深尘 然后乃至下面一根所对的法尘 那我们先从一根所对的法尘 之后你看我们在拜佛 在诵经 在打坐 最干扰我们的是谁 法尘 是不是 就是我们把法尘叫做什么 妄念妄想 最干扰的是我们的法尘 可是法尘从哪里来 我们听经无法追溯它的源头 听得懂啊 我们从哪里来 在凡复的阶段 我们从眼跟手对的射程 我们无意中的记忆它的影像 就累积在你的所说的法尘的范围 耳朵听到深尘 我们就把它累积那个记忆的印象 放在你一根所对的法尘里面 所以我们一打坐 在师父以前 前十年才二十年打坐 是哇一塌糊涂 那个法尘胡思乱想 不知道什么解决方法 那以前师父还停留在外反汇 我也希望 奥密陀佛本师释迦摩利夫 先帮助我成就你 先不要帮助别人 要记得不要帮助别人 你先帮助我 我道业 我道心很坚固 你先帮助我 结果这个弄头起来 我们又起了什么心 贪欲盖 称慧盖 宜吃盖 焦慢盖 你跟佛菩萨讲条件说 你先照顾我 不要先照顾别人 你如果照顾我 以后我可以弘法立身 你看明立心又出来了 听得懂吗 那你怎么帮助 佛菩萨怎么会帮助 你这个明立心的修行者 不可能啊 然后慢慢从学佛以后才知道 原来波罗波罗都不是弘法 我才慢慢体会 发现自己缺点的执着 尽量在短时间 短的空间里面改善它 不要起来 不起心动念 那个才叫做平等清净心 听得懂吗 你要理解这个 好 我们在修行这一条路 你看下面 那个设立子白佛远世尊 因何菩萨谋杀能尽身与异业的 三种出众 佛远设立子 诸菩萨谋杀修行波罗波罗密多 不得身及身出众 不得与及与出众 不得与及与出众 设立子 如是菩萨谋杀行波罗波罗密多 能尽身与异三种出众 下面 这个总瓜的答案都告诉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要了解 那什么叫做身与异业 范围里面的出众 才叫做出众 我们要先了解 你告诉我说不要做不要做 做的那个会有危险 那你要先 为什么不要做的原因 你不跟我讲这个原因 我这个凡如实质很好奇 我不知道你讲话还是真的 帮我还是骗我 我还搞不清楚 听得懂 我们还会不会好奇心 会好奇心 所以你不能说 这个出众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 那个原因你要讲清楚 有设立子 诸菩萨谋杀从出发心 横距受辞十三月道 不及身闻独结心 然后常与有情起大悲心 是例子 我一说菩萨谋杀 能尽身与异三种出众 好开始 你要得到这个三种出众 把它转化掉 第一个 你不起身闻独结心 要在有情当中 度量大一点 包容人家 要起大悲心 大就是包容人家 不要去计较 有计较就不能叫大悲 就叫小悲了 所以 是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 修行菩萨 菩萨密多 进菩提道 你看我们要如何叫做 亲近菩提道 菩提道 然后 佛言 十四例子 白佛言 世尊 迎合名为菩萨摩萨 菩提道 什么叫真正的菩提道 佛言 是例子 诸菩萨摩萨 那修行菩萨摩萨 菩萨摩萨是 不得一切生于意业及三出众 然后 不得就是不要主动起心动面去执着 我下面从生业口业一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不能执起它 所以叫不得 乃至不得呢 布施菩萨摩萨 不得境界菩萨摩萨 不得安忍菩萨摩萨 不得精进菩萨摩萨 不得尽力菩萨摩萨 不得菩萨摩萨摩萨 不得身闻圣独解圣 不得菩萨正等结圣 摄例子 四名菩萨摩萨菩提道 所以这个叫菩提道的解释 不得就是不要主动起心动念 说我修得好或者不好 你起心动念起的这个动念起来 你就叫得了 得已经会落入一个边有边 或者无边你会一定会顾 以菩提道 以一切法皆不得顾 因为菩提道 只一个菩提道 可是要成就菩提道的人 他在修行佛道的当中 他自我栽培 不能找一切法 找其中 不管是你找了那个想要开悟的法 想要念我得到一心不乱的法 你已经就不懂菩提道了 听得懂 你已经不理解菩提道是什么 你只能结善言而已 结一个那个人天福报的善言而已 所以才说 何以故 以菩提道 以一切法 其实不得 不得就是不要主动起心动念去着想 是非对错 其实真的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 这个世间上 我们所遇到六根一到六成 我们都希望借用一到六根一到六成的境界 来栽培你进入菩提道 菩提道 实例子 忽有菩萨谋佛萨修行六种波罗密度 去菩提道 无能治者 当然我们如果菩萨谋佛萨 如果能够达到六度的这个阴满 当然谁可以阅滞你 不可能阅滞你 实实例子白佛言 何言菩萨谋佛萨修行六种波罗密度 去菩提道 无能治者 你看哦 因为有治一定有对立 我要赢你 我要输你 这个一定是对立的 你看哦 这里说 这例子追问佛陀 那菩提道 如何做到无能治者 下面就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你才叫做达到菩提道 所以我们感恩 我们现前 你们听课以后 回到你的家里 那个家里的道场 就是菩提道的道场 不管你的先生 你的太太 你的儿女 你的孙子 都在栽培你菩提道 那你就要做下面的 为什么 因为你修习菩提道的这个行者 你们有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们的家里 某一个人没有听经无法 他们一样具备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有没有 有他们一样具备 那你如何猜别你 在他们的身上反噬回来 做到五印皆空的平等 你看下面 佛眼设例子 诸菩萨摩萨修行六种菩萝密多士 你看哦 我们修行六种菩萝密多士 不是只有喊口号 下面都是你要去 结观训练的 那我们的学观训练不是以人为对象 我们以每一个众生人的五印为对象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有五印 五印骗一切处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都骗一切法 都骗一切处的 好 不找射印 不找受想行射印 你看哦 不找哦 然后不找远处 不找耳鼻舍身意处 不找射处 不找身香味处法处 你看是不是十二路十二处 好 然后再来讲十八戒 所以你用功道场的场合在哪里 不是在寺庙 不是在家里 在当下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这个才叫做修行的道场 道场在哪里 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要记住 不是在某一个寺庙 不是在某一个家里 都不是 你的道场就是在当下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要可不可以 再别你不找两个字 不找 不是断媚卷 不负责任 听得懂 我们不找 因为我们烦路 在五印十二路的早 如果有早的话 我们一定是对立边 好跟坏 是不是叫早 有好 我起高兴的心 就是贪意干 欢喜的心 如果我对逆境起早 我就起称慧干 你看我们房屋 只有两条路可走 每天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 心情好叫做什么 贪意干 心情不好就称慧干 你还有第三条路吗 所有的路都是这两条路引起的 那如何我们化解你的贪意盖跟称慧盖 就是都听经无法 然后把它的根 因为你要知道贪意盖称慧盖它的根 贪意盖称慧盖只是表象 可是你的高兴不高兴从哪里发生 从你的肉体 你看你的肉体 于外表上 你的肉体 有没有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身体 是不是五根巨组 你的肉体就是五根巨组 所以你修行的道场在哪里 在你的肉体 因为你的肉体具备万法 不然你想一想 请问你的肉体有没有五根 你想一想 有没有色印 我们都是听经文法 已经懂得法义教理 你看你的色印 有没有地水火红 有啊 你的身体发生 你有没有空大跟四大 有啊 你都有这个啊 好 如果你理解佛法的 佛陀所教育的 不是在教育你的肉体 而是在教育 你肉体里面所附带的五印 可不可以都做到清净平等 如果做到清净平等 下面的四个字 断一切苦恶 五个字 你就解决了 你就解决了 你的一切苦恶了 好 下面咯 我们讲更细一点 五印讲完了 讲更细一点 眼处 不着眼处 不着耳鼻舌身义处 不着色处 不着身香味处法处 这个十八戒 不着眼界色界 眼视界 不着耳界 身界耳视界 不着鼻界香界 鼻视界 不着舌界 味界 舌视界 不着身界 处界 身视界 不着义界法界 身视界 不着苦圣地 不着己媚到圣地 不着无明 不着行事 行事 明事 六处 处受爱其有生老死 然后愁叹 苦悠闹 不着 你看 这些负面的 我们在肉体所发生都不着 不着 不是断媚见 不负责任 不是 不着 四念著 乃自然 不着 四正断 四神读 五根五立 七等节之 八圣道之 不着 布施 你看我们做六度 我们都不能找 然后不着布施 波罗密度 不着境界 安忍 尽 尽力 波罗 波罗密度 不着佛实力 不着事无所谓 不着事无爱解 不着大慈大悲 大喜大舍 十八佛 不共法 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不着 寓流果 不着 寓来 不凡 欧罗 汪国 不着 独解 菩提 不着 一切 菩萨 摩萨 行 不着 诸佛 无上 正等 菩提 设例子 由四因言 菩萨 摩萨 修行 六种 波罗 密度 增长 次 胜 去 菩提 到 无能 智者 你看 因为 为什么叫 无能 智者 因为你没有 我见 没有我见的 当然 我也不会跟你比较 自己跟自己也不会比较 我昨天修得比较不好 今天修得比较好 这个互相比较 互相比较就我见我慢 就出来了 所以你要懂得不早两个字 因为不早 我才包容一切法的存在 一切法的存在 让我不会起贪意 盖 成为盖 愚知盖 调毁盖 我慢共高 你不会起的 不会起这个 设例子 有菩萨摩萨 安住 波罗密多 素能 圆满 一切之之 也就是说 把前面那种功课都做完 我们才叫做一切之之 这一切之之 从前面的这个五印 开始做到 无上正等补底 都做完 这个叫一切之之 圆满 然后成啊 圣自顾 你的 跟人家对打的所有的企迹 行住作后当中的对打 你就用无助身心的境界 跟人家相处了 因为为什么你都做到不早 常不斗 常不罪斗 诸显恶气 因为成圣自顾 所以你不会 诸显恶气就是三二道 你不会再跑到三二道 因为三二道一定只有见 值得很严重 一定早向 早五印 早十二怒 早十八天 一定早得很严重 所以才 逗入三二道 我们人道 早一半一半 早一半一半 以后 那个早一半就看大家 听听文化去改善 以后你就进入 三文道 菩萨道 佛道 然后呢 常不斗 诸显恶趣 不受 下见人天之生 永不贫穷 然后 首受 身行诸根 俱足 荣言端正 你自然而然你的福德 因为我们不早的人 我告诉你 你的福报才会增上 不是布施 菠萨道 很多的人 钱财拿出来 很多人 他福报会增上 因为他福报 含三毒 听得懂吗 那些企业家 他肩限 他里面都含三毒的 要讲条件的 听得懂啊 他才会把钱拿出来 讲条件是不是有三毒 就有三毒 所以他们的布施 不会那么严满的 所以才说 如果你是一个很严满 你诸根继组 荣言端正 为诸天人欧虚罗等之所敬爱 你看我们这些世间的富贵人家 都水在敬爱他们 三二道的众生在敬爱他们 这个天人啊 天人都高你 人道一级 连甩你都不甩你 听得懂啊 好 设例子 忽有菩萨摩萨 安住 菠萝菠萝 都素能圆满 一切自制 然后呢 你 然后尝不度 诸显恶气 不受下见 你 三二道的果报不会发生 十四例子 白佛言 世尊 何等名为 菩萨摩萨 所成圣制 因为你前面讲的那个名相 那我们就要了解 什么叫做所成的圣制 佛言 设例子 诸菩萨摩萨 由诚 由诚此制 敬见十方 勤解沙等诸佛世界 一切如来因正等皆 敬闻彼佛所说正法 你就有能力看到 十方诸佛所说的正法 敬见彼慧一切身文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法会里面的一切身文 菩萨身 一切比图庄严之下 诸菩萨摩萨 由诚此制 所以诸位要记住 当我们还有早有 你一辈子在怎么用外反味努力 用功 你都看不到佛陀的千金刹土 为什么 因为你早有 所以不会让你看 因为你一早有让你看 那更害死你 你更傲慢 你有看吗 没看 你怎么那些饭汤 描袖 你这样子心态起来是不是 佛菩萨害这个修行者起焦慢心 不会的 好 所以诸菩萨摩萨 由尘此次 不起世界想 你看 连世界想都不起 不起佛想 不起法想 不起身文身想 不起菩萨身想 不起独结身想 不起我想 不起灰我想 不起不起 不起 佛陀庄园之想 而不得境界波罗密多 虽行安忍波罗密多 不得安忍波罗密多 虽行精进波罗密多 不得精进波罗密多 虽行尽力波罗密多 而不得尽力波罗密多 虽行菩萨波罗密多 而不得波罗波罗密多 所以我们从这里 希望我们读的这一段 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训练自我提升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只要不要有在第二年的意想回想 你就做到不得两个字了 我们大部分都会记忆的回想 这个就得了 听得到 我昨天做多少善事 我 你怎么都没得了 这个叫做得 听得到 那我们从这里去教育你自己提升 所以我虽行波罗密多 而不得波罗密多 虽行尽念住 而不得尽念住 乃至虽行八胜道之 而不得八胜道之 虽行佛实力 而不得佛实力 乃至虽行一切相智 不得一切相智 是例子 世民菩萨谋杀所成圣智 再记住 前面那一段是问说 什么叫所成圣智 那你不管一切善法的累积 你都不能得 不能得 诸菩萨谋杀 由尘此自顾 如果这个智慧你圆满了 下面的法你才会圆满 你看 苏能圆满一切佛法 虽知一切法 而不得一切法 以自信空谷 自信空 我们下一次再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自信空三个字 因为所谓自信就是自己 自己的肉体里面 有五印十二度 五印皆空 十二度十八戒 皆清净平等 这个叫自信空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吐其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敬感谢福死 Music 优优独 Pred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